你不会染着。 但是这个念头一松,麻烦来了,老毛病,老习气立刻就现行,又打妄想,又分别,执着了,一松就不行。 什么叫用功? 这叫用功夫,松不得,这叫观照。 念佛人时时刻刻提起这一句佛号,可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提起来,要晓得三心不可得,万法皆空,这个佛号才管用,功夫才得力。 如果不晓得三心不可得,万法皆空,一句阿弥陀佛,念头里面还贪注明文力养,五欲六成,这个佛号虽然念,念得再多,没有功夫,不得力。 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 为什么少? 放不下。 不但明文力养,五欲六成是空的,假的,最贴近的这个身心是假的,空的,不可得。 要在这里看透,这看破了,要在这个地方放下,彻底放下,真放下了。 如果在这一句里面提不起正念,金刚经,上句子很多,句句都可以拿来做我们观照的正念。 一切有位法,如梦幻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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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生净土 决定往生 往生不但脱离六道 脱离十法界 这是无比的稀有殊胜 要知道我们在六道轮回 无量节以来都搞生死轮回 来生还要继续搞吗 想想这一生 哪一桩事情称心如意 跟这一切众生往来 都是冤家债主 说实在的话 没有报恩的 都是抱怨的 没有还债的 都是讨债的 跟这些众生怨越节越深 债务越搞越麻烦 往后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你要真正想到这个事实 赶快跑 跑的方法 就是身心世界统统放下 赶紧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永托轮回 永托十法界 这是唯一的一条深路 八万四千法门只有这一门 无量法门只有这一门 你能够真正逃得得掉的 其他的法门虽然好 门槛太高 你不见得有效 换句话说 纵然勤苦的修学 你还是逃不掉 原因在哪里 见思烦恼能不能断 这是根本的一个原理 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 见思烦恼不断 出不了六道轮回 见思烦恼是烦恼杖 烦恼杖破掉脱离六道轮回 所知杖破掉脱离十法界 这个二障很不容易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真难 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你是个明白人 知道事实真相 暂时把它放下 念佛就代业往生 见思烦恼不断也行 不断见思烦恼能逃得出去 只有这一条路 除这一条路之外 再也找不到第二条路 所以念佛法门是一切诸佛赞叹 道理就在此地 由此可知 正念不能松 要提高警觉 高度的警觉 这一松怎么样 这一生出离六道的机会又失掉了 这是真正可怕 世间没有比这个事情可怕 生死不可怕 这个才真叫可怕 所以决定松不得 印光大师不但劝人 自己修行也如此 常常把死贴在额头 我到苏州看印光法师的官房 他老人家晚年都住在那个地方 那个房子很简陋 小佛堂一点点大 里面什么陈设都没有 听说就保持印光法师原来那个样子 都没有动 小佛堂很简单 供的一个佛像 佛像上面 他老人家自己写了一个字 死 警惕自己 死到临头怎么办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叫你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什么叫老实 一切放下才叫老实 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身心世界有意丝毫没有放下 不老实 念佛是念佛了 不老实念佛 这个往生就不可靠了 所以老实的标准 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真正明了三星不可得 万法皆空 都放下了 放下就没事了 这就真老实 还有事 不老实 问你有没有事情 我还有事 不老实 没事才老实 你们想想 自己到底还有没有事 往生自己有没有把握 这是讲正念 正念提起 妄念便无 妄念无 就是我刚才讲的没事了 有事都是妄念 正念是事实真相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正念提起 妄念便无 乃自然之理 并非奇特 这个一点不稀奇 自自然然的 由此可知 凡是妄想 分别 执着还没有断掉的 都使正念提不起来 功夫不得力 知幻即离 离即知幻 非两世也 这两句话是 圆绝经 上说的 幻是假的 梦幻泡影 一切有未法 如梦幻泡影 你要知道一切有未法是梦幻泡影 你就再不执着了 可以受用 绝对不放在心上 你说那个多自在 就跟做梦一样 梦里面有好吃的可以照吃 有好玩的可以照玩 决定不执着 为什么 假的 空的 所以在这里面 苦乐幽喜舍的兽都没有 它不是真的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只要你知幻 你心就清静了 离 就是离心理妄想 分别 执着的念头 这个念头没有了 不是叫你离开是 是没有妨碍 清凉在 华严经 上讲 离是无碍 是是无碍 没有妨碍 爱的是你心里的妄想 分别 执着 这个东西爱是 离是离妄想 分别 执着 没有了 心地清净了 离才真正知道是幻 你知道幻 你一定离了 心清净了 离的时候才真正知道这是幻 有一些人 我们也不能怪他 他说的话也不是故意打妄语 他是一种误会 说 这个事情我真的知道 真看破了 但是我还是放不下 诸位要晓得 真看破就放下了 真放下就看破了 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看破容易 放下难 这种话说起来似是而非 这个不是真的事实 真正的事实 看破 放下是一桩事情 死的讲 知 就是看破 离 就是放下 它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谈起来 佛教我都懂 它就放不下 换句话说 它没有懂 自己以为懂了 是这么回事情 这在佛法里面叫做 真上慢 并不是真正的傲慢 它是误会 以为它自己懂的 其实它真的没有懂 佛法的修学 实实在在不容易 所以老师教一个学生 谈何容易 学生想找一个老师 古人常讲 可遇不可求 难 老师要找一个学生 比学生找个老师还难 师资道合 这世自古以来非常稀有难逢 那叫真正生欢喜 志同道合 不容易 这在佛法讲是无量劫的因缘 不是偶尔遇到的 我们一般讲 它真正投缘 圆绝经 上讲的之幻根基里 要晓得它是一桩事情 我们通常讲看破 放下 却确实实是一桩事情 非两事也 此事除妄最直接 最恶药之方法 圆绝经 上这两句说的也是干净利落 简单明了 可以用它来做 金刚经 的注解 妄想 分别 执着难除 实实在在说 除妄想 分别 执着容易 以前孙中山先生讲 知难行义 这是孙文学说理念中心的一个纲领 我早年亲近张家大师 我们就常常谈这个问题 佛法的修学是知难行义 怎么说行义 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 释迦牟尼佛常常讲经说法 听众当中有些人听不到一半就正果 可见得它容易 难在哪里 难在知 的的确确是在知 做太容易了 实在讲 放下很容易 你为什么放下难 你知的不透彻 你没有真的知道 你要是真的知道 放下太容易了 佛法在行不难 所以说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在实际上的例子 在经典里面 在古德修行传记里面 语录里面 我们都能够得到证明 忤逆十恶的罪 这是造极众之罪 像 观无量寿佛经 所说的 阿蛇是王子杀父亲 害母亲 跟提婆达多勾结 破佛生血 破和和僧 忤逆罪造尽了 灵命忠实 地狱相限前 他到那个时候才后悔 地狱相限前才后悔 这是他过去 身中善根力量很深厚 所以在那一刹那 他还来得及 他知道自己真的错了 真心忏悔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接引他到西方去了 去的是什么品位 释迦牧 释迦牧尼佛告诉我们是上品终身 我们吓了一跳 品位怎么那么高 以后才知道 念佛往生是两种方式 一个是平常我们念佛 断恶修善 鸡弓内德 另外一种是灵命忠实忏悔往生的 看他忏悔的力量 他那个往生 九品也有上上品 也有下下品 忏悔的力量 他是真诚心彻底忏悔 那个品位一下就拉上去了 所以行容易 不难 难在之 之难行易 时时如此绝招 不少放异 我见从何而起焰 这句句都是真实话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言习报告 第112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十一月二 请先开金本二百五十八面 十六 知患绝照 必先延迟境界 以绝染源 多读大臣 以明佛理 令此心略的安静 俗渐渐能减轻 乃能知患 乃能绝照 这一大段 对于我们用功的方法 实在说是非常重要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即使念佛也不能例外 如果不懂得 绝照 功夫就不得力 由此可知 绝照是佛门行门里面最重要的纲领 什么叫做绝 什么叫做照 怎样绝照法 前面已经讲了很多 我们用最通俗 最简单的话来说 绝照有提起警觉的意思 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要是不觉就迷了 迷非常容易 原因我们不难明了 这是无量节来迷惑颠倒的习气太深了 所以现在要想把这个习气换过来 自然是一桩难事情 古大德提示我们 修行要紧的 就是深处把它换熟 熟处换成深 熟 是什么 贪甜吃慢 妄想 分别 执着 这个很熟 时时刻刻它就现前 要把这个熟的地方伸疏掉 念佛我们很伸疏 念念就忘掉了 念念佛号就断了 要把念佛变成很熟 把这两个交换一下就行了 这都是绝照的意思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绝照提不起来 要怎样才能很顺利的提起来 这里教给我们一个方法 第一个要延迟戒律 延迟戒律是把染源离开 我们功夫不能得利 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为什么不得利 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贪甜吃慢 马上就起现行 就起作用 把功夫就折断了 所以持戒非常要紧 在 无量寿经 上佛教导我们 要修身语义三叶 教我们护持三叶 善护口叶 不积他过 三叶里面佛把口叶摆在第一 原因就是口叶非常容易犯 两三个人在一块 他不是在念佛 不是在讨论经的意思 都是是非人我 张家长 李家短 搞这一套 所以佛把这一条界列在第一个 有道理 六祖谈经 里面也说得好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看到这个世间 这个人也不对 那个是也不对 到底谁不对 是自己烦恼习气太重了 人与是与自己念佛有什么相干 不相干的事情 真正能做到不见世间过 他的心就清净 功夫才能够得力 高度的警觉心才能够提得起来 第二句 善护深夜 不失律仪 第三句 善护异夜 清净无染 无量寿经 这三句 实在讲 已经把戒律 乃至于我们常讲修学的纲领 三幅 六合 都包括在其中了 这是教给我们一定要 延迟境界 杜绝外面不好的缘 多读大臣 以明佛理 为什么戒律学不好 实实在在讲 理没搞清楚 持戒是教你放下 放不下是因为没看破 真正看破了 放下就不难 读经是明理 明理帮助你看破 多读大臣 不是教我们变读大臣经典 变读大臣经典当然也是好事情 可是这个不是对初学人说的 初学的人要紧的是一门深入 选择一部大臣经 一门深入 什么时候才多读 广学多文 一定借持好了 换句话说 心清净了就可以涉猎一切大臣经典 心不清净 涉猎大臣经典没有用处 那是清净大师讲的增长 那是清净大师讲的增长邪见 为什么 心不清净 读一部经的目的是修清净心 所以读一部经 一方面求明理 一方面就是修戒律 修清净心 一定清净心 心现前 所谓是烦恼清 智慧常 这个时候才有能力 变色大臣 你一接触会开悟 帮助你开悟 这个要知道 令此心略的安静 可见得初步修行的目标 就定在此的 要把心安静下来 要定下来 俗见 俗见能减轻 俗见是什么 妄想 分别 执着 指这些东西 妄想 执着轻了 妄想 执着少了 佛经上教给你用功这些方法 就容易得力了 这个时候 乃能之患 时时刻刻 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场所 我们六根对的境界都知道 这个境界 这个现象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这就叫绝照 如果眼前境界 你还以为是真有 还在里面动贪甜吃慢 你的绝照完全没有 换句话说 绝照就是认清一切现象的事实真相 的确是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知道这是幻想 不是真相 所谓刹那九百生灭的相续相 不但我们眼前这些像是叶因果报的相续相 就像 冷言经 上讲的 当初出生 随处灭境 根本就不存在 十法界一阵 庄严都是这个现象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 十法界之外 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还是这一个现象 不同的地方 十法界变化的快 速度快 一真法界变化的速度慢 快慢 是什么道理 是念头 凡夫念头动得快 速度快 刹那生灭 因此变现的相就变得快 越是定公身的人 他那个念头就是心里面的波动速度慢 波动的幅度不大 在一真法界里面这些人 他们心里波动非常微弱 几乎看起来好像是平静的状态 所以现的法界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而实际上原理是相同的 就是他这个心波慢 速度慢 波动不大 六道里面越往下去 那个波动越大 速度也越快 所以现象是这么来的 统统是幻想 你要知道这些像是虚幻不实的 所以佛教给我们应摩锁住 住就是执着 不要去执着 执着就错了 保持这样的观察状况 这就叫做绝照 绝是不迷 照是明了 在境界里面决定不迷 样样清楚 样样明白 这是功夫 真正用功就是这个 十七 是明我见等 知修功 有要 有妙 是明我见为真性变现之幻象 所谓消除 并非断灭本性 乃是但除其病 不除其法 一也 经上说 是明我见 这一段经文在二百五十面最后一句 是明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这是解释这一句 是明我见 等 就是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这一句 这一句要怎样修 要怎样用功 这个地方就提出来 这个修学的功夫尤其重要 尤其是妙 这个妙 你一定要懂得佛在经上讲的极非是明 你要懂得它的含义 是明是从箱上讲的极非是从信上说的这个句子里的重要意思我们一定要清楚 不但我像是虚妄的我见也是虚妄的 像是现相我见是四种见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思想见解思想见解也是虚妄的也不是真的 为什么 因缘生法当体极空了不可得 它是真性变现之幻相 法相为实家分析的细密 它将心法心所法每一法里面都分作四分相分见分自正分正自正分 相分就是经上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 见分就是词的讲的我见等 见相都是从自正分变现出来的自正分就是真性 正自正分就是自性里面的绝招 这是性相两宗使用的名词术语不一样 我们合起来看意思就格外的清楚 所以见相两分都是从真如本性里变现的幻相 称它作幻相 它确实有相 但是这个相生灭太快了 当处出生随处灭尽 如果用我们现在这个概念来看 它的存在 它那个相限出来存在的时间 大概总是一万分之一秒 它不是没有 几乎生灭是同时的 所以佛经上常讲不生不灭 怎么会不生不灭 它存在的时间太短了 所以几乎生灭是同时的 但是这个相不会断 相不会灭 这个诸位要知道 这个相是相续相 它不会灭 决定有相 性是体 体一定现相 相不会灭 相会变 刹那刹那都在变 所以叫它作幻相 它不是真的 它会变 变得很快 经上佛常常教我们 要断 要离 这些言语文字 我们要了解它的真实意 是不是真的能把相离掉 真的能把相断掉 不可能 没有这个道理 如果这个相要能离 要能断 那本性就断掉了 本性就离了 死的说 并非断灭本性 乃是但除其病 什么病 是执着的病 妄想的病 除这个东西而已 教你离是离妄想 执着 教你断是断妄想 执着 不是教你断自信 也不是教你断假象 那个像是幻象 假象 你要断它干什么 相根本就不爱事 清凉大师在 华言 所讲的 理是无碍 理就是这个地方 讲的真性 相就是此的讲的 我像 我见等 他不爱 没有妨碍 妨碍 是你在这里面起了妄想 分别 执着 这就坏了 这是病 佛教我们除 是除这个病 不除其法 法性 法相怎么能除 这是我们一定要懂的 佛经上常讲的 断 非常重要 断的是什么 十八 我见 是原生法 心若攀缘 我见便随缘而起 心若不生 我见则无从生 所谓知幻即离 离幻即绝 欲缘而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即是离幻即绝 二也 我见是原生法 原是因缘 凡是因缘生法 都不是真的 不是因缘生法 那就是真的 什么东西不是因缘生法 真性不是因缘生法 八十都是因缘生法 阿赖耶 阿赖耶从哪里来的 无名不绝生三系 他是因缘生法 阿赖耶是一切虚妄的根源 从阿赖耶里面才变现出前七十 前七十教转时 才生出剑香两分 所以他是因缘生法 心若攀缘 我见便随缘而起 佛教给我们 在修学过程当中 随缘而不攀缘 随缘消业 攀缘就造业 什么叫攀缘 你有分别 有执着就攀缘了 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这叫随缘 心里有稍稍一点攀缘 可见得 我见 是原生的 攀缘还是自己攀自己 没有攀到外面去 心外没有境界 使法界一阵 庄严都是自信变现的幻香 这是佛在大成经上常讲的 自心缘自信 本来没有幻法 虚幻是这么样造成的 这个地方 我见便随缘而起 随着你攀缘而起 执着就愈来愈严重了 心若不生 我见则无从生 我见从哪里来的 我见就是起心动念来的 只要起心 只要动念 谁动念 我动念 谁起心 我起心 我见从这里生的 起心动念就是攀缘 就是心的攀缘 这是说明我见是怎么来的 说明它是原生法 它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心里面要是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不但一切凡夫 这四相的病 你除了 这四件的病 也除了 所谓断 所谓除 所谓灭 都是这个意思 四相 四件存不存在 存在 它不是没有 破它的执着而已 要晓得四相 四件是一切万事万法的根本 它从哪里来的 把这个根本找出来之后 支支叶叶就很容易解决了 所谓知幻即离 离幻即绝 这两句话是 圆绝经 的经文 怎么离 知道就离了 知道怎么离 知道 不再执着了 不再打妄想了 什么妄想都没有了 为什么什么妄想都没有 因为身心世界 实法界一阵庄严 都是夜阴果报 刹那生灭的 相续相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你还打什么妄想 所有一切妄想 从根给你拔掉了 你这个事实真相 意明了 妄想 分别 执着马上就没有了 即离 由此可知 知是看破 离是放下 看破跟放下 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先看破 再放下 先放下 再看破 你永远没有放下 永远也没有看破 圆绝经 上这两句话好 妙极了 金刚经 前面跟我们讲 飞翼飞翼 经翼翼和起来看 这个意思多明显 也正是六祖会能大师 所谓 佛法是不二法 二就不是佛法 看破跟放下 是一 不是二 不是二法 把看破跟放下 说成是二 这不是佛法 不是佛法 你就永远也不会 看破 你永远也不会 放下 如果你知道 这是一 这个境界 你就弃入了 知幻即离 知根离是一 离幻即觉 离根觉也是一 觉就不迷了 觉就是佛菩萨 这就是说明 离幻你就是佛菩萨 下面我们用更粗浅的话来说 大家更容易明了 欲缘 这个缘包括非常广泛 遇到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都叫缘 上从诸佛如来 下至地狱众生 统统包括在里面 遇到佛也是这个看法 遇到鬼也是这个看法 为什么 是一不是二 你把佛跟鬼分成两个 你就迷了 你就堕到二法里 十法界一正庄严 统统是一 为什么是一 这个经讲到此的 大家应该都有一些体会 从理上讲 都是自信变现的 万法归一 一个自信变现的 体是一个 理上讲一切万法不二 所以大乘法讲 身佛不二 众生跟佛不二 从世上讲 佛的香也好 鬼的香也好 都是叶因果报刹那的香续香 这从世上讲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从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他也是一 他也不是二 无论从世上 从理上都归到一 我们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不了解事实真相 说看破放下谈何容易 怎么肯舍得放下 所以必须真正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事实真相搞清楚 而后预言 你就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了 所有一切境缘里面 佛现前了 也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妖魔鬼怪现前了 也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个人真的觉悟了 凡夫之人 佛不能现前 为什么不能现前 佛一现前 这还得了 马上就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我见到佛 我的功夫不错了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大风大浪就起来 佛晓得你没有功夫 没有定力 好不容易心才清静一点点 佛一现香 马上大风大浪就把你那一点定力都破坏 所以佛不来现前 这是佛的慈悲 什么时候你见佛 在一切境界相理 心平等 心清静了 这个时候佛现前 就跟学校老师教学生一样 学生成绩差不多了 再给他考试 他功夫不到不考他 考他没有用处 考都得零分 那有什么意思 必须看他用功用的差不多 再来考一考他 我们现在功夫都没有 佛一来考都得零分 佛知道我们这个状况 干脆不来了 这种对待境界 即是罹患即绝 这是第二个意思 十九 此二意 即要即要 除我见之修功 莫妙于此 若不依此 永不能处 经云 居一切实 不起妄念 于诸妄心 亦不袭灭 助妄想尽 不加了之 于无了之 不辨真实 此八句中 出二句为主 即不起二字为主 下六句 是辗转是意 说明不起之所以然 必如此 方位争不起 此二意 即要即要 十七跟十八这两条 非常重要 除我见之修功 莫妙于此 我们把前面所说的 归纳到最后这一句 就是一切实 一切静缘之中 静是物质环境 原是人事环境 面对的时候都能够做到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就是 罹患即绝 这就是除我见的妙法 诸位要晓得 我见 是实法界 依正庄严的虚幻根源 金刚经 末后 一切有未法 如梦幻泡影 梦幻泡影的根源就是我见 我见要除了 实法界就没有了 勇家大师 正道哥 尚所讲的 绝后空空无大千 那个时候实法界没有了 没有 变成什么境界 一真法界 就恢复到一真法界 禅宗里面说 恢复到自己本来面目 诸位要晓得 本来面目就是一真法界 有我见 变成了十法界 执着我见就变成六道轮回 十法界 六道是这么来的 金刚经 交给我们 真的是从根本修 从根本上把这个病根拔除 若不依此 永不能除 这个话说的并不过分 确实是如此 你要是不依照这个纲领 我见很难拔除 自古以来多少修行人 有能力出三界 没有能力出十法界 阿罗汉 辟知佛 全教菩萨 如果依天台家的说法 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都出不了十法界 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见没有彻底拔除 所以他做菩萨 做佛 是十法界里面的 佛菩萨 他不能提升到一真法界 金云居一切时 不起妄念 于诸妄心 亦不熄灭 助妄想尽 不加了知 于无了知 不变真实 这一段也是 《原觉经》的经文 这个经文实在讲 非常之妙 妙极了 此八句中 出二句为主 即不起二字为主 下六句 是辗转是意 说明不起之所以然 必如此 方位真不起 不起 两个字的意思 很深很广 也很不好懂 底下这六句 给我们解释出来 什么叫不起 举出这个例子来说 其实也不出前面这四句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你能把这四句十二个字做到 《原觉经》 上这一段你就全部都做到 居一切时 一切时里面当然包括一切处 当然包括一切境缘 就是一切物质环境与人事环境 你六根所接触的六成境界 不起妄念 妄念就是前面讲的起心 动念 分别 执着 全是妄念 此的就是一个妄念 统统包括进了 下面解释什么叫不起妄念 愚珠妄心 亦不惜灭 平常我们有念头 起心动念 这个念头要不要去灭它 你要想灭那个念头 又加一个妄念 你能灭得了它吗 我妄念很多 我要把妄念灭掉 你是妄念上再加妄念 你决定灭不了妄念 不理它 妄念就没有了 初学佛的人遇到这种状况很多 特别在念佛的时候 大家在一块共修念佛止境 完了之后回来 法师 我不念佛没有妄念 我这一念佛 妄念不晓得有多少 吓得不敢念佛了 其实他这个想法错了 不念佛的时候就有这么多妄念 不念佛的时候 你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妄念 袭灭掉 这一念佛 要用佛号把妄念袭灭掉 才发现有这么多妄念 不是你念佛念出来这么多妄念 是你念佛才发现 你想坐下来 静一静 发现有这么多妄念 发现之后怎么样 不要理它 没事 妄念自自然然就少 就熄掉 你要是 我有这么多妄念 这可不得了 那妄念不是越来越多 你在培养妄念 这里交给你 愚珠妄念意不理 就是不要理它就完了 用自己的功夫 参禅继续不断用参禅的功夫 念佛就用念佛的功夫 一面念佛是一面打妄想 没关系 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佛号上 根本不理会妄想 这样妄想就越来越少 佛号就越来越得利了 要用这个方法 不要怕妄念 妄念原本就是那么多 不是念出来的 是你发现而已 不必去照顾它 道场常常叫人 你要照顾话头 你念佛的时候要照顾佛号 不要去照顾妄想 这个非常重要 助妄想境 不加勒知 我们眼前这个境界 不必样样都打听 样样都知道 这个事情是找麻烦 古德常讲 知识少时 烦恼少 知道的事情少 烦恼少 换句话说 你知道的事情多 你的烦恼就多 你何必要自己找烦恼 没有必要知道的事情 不知道最好 识人多处 是非多 交际应酬没有好处 认识人多 是非就多 不需要认识的人 不必打交道 所以教你能够省心 修行人总要烦恼少 是非少 你心才能静得下来 才能够定得下来 这都是在延迟戒律之中 古时候的道场 多半建立在深山当中 也就是说 你想到那个道场去 走路都很困难 它的目标 你要不是真正为修道 最好你不要来 不要来扰乱 是这个意思 那是真正修道的地方 住在道场 人也不出门的 他有他的界限 有他的范围 像过去净土宗出祖会远大师 他在庐山建地一个念佛堂 集合至同道合的同修 123个人在一起共修 30年不出界限 他那个界限是道场旁边 有个小溪 小溪那里有个小桥 他不过桥的 30年没有离开道场 他心清净 山下发生什么事情 不晓得 所以他们的日子是天下太平 什么事都没有 那个心多清净 现在修行困难 纵然住在高高的山上 上免架起无线电 还听到广播 还看到电视 世界上什么事情 他都知道 你说这怎么行 他那个心是动的 他静不下来 所以真正修到 不要看报纸 不要看杂志 不要听广播 每天天下太平 什么事都没有 他心是静的 现在用这种方法修行的人没了 这就讲为什么我们的功夫比不上古人 道理就在此地 实在讲 理也不清楚 也不透彻 外面这些报纸 杂志 广播 这都是诱惑 外缘不好 诱惑你 叫你起心动念 我们是要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他在那里挑拨 就是叫你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把你的功夫完全破坏了 你说这个事情麻烦不麻烦 这是说 助妄想尽 不加了之 余无了之 不变真实 给诸位说 不变真实就是真实 你要一变真实 就变成虚妄 为什么变成虚妄 真实里夹杂着妄想 就变成虚妄 离开之间 法法皆真 没有一法不真 金刚经 讲到后半部 法法皆是 皆是什么 皆是真如 法法皆是 你加一丝毫意死在里面 法法皆非 金刚经 前半部都说法法皆非 都不是 没有一样式的 全部否定掉 到后半部又反过来了 后半部是法法皆是 为什么 你已经离向 离间了 离香离间 法法皆是 这香这见 法法皆非 所以法箱里 没有 是非 诸位 一定要知道 一切 法箱里面 没有 是非 没有善恶 没有 真旺 什么都 没有 是非 善恶 真旺 从哪里 来的 都是 妄想 深的 离开 妄想 这个东西 统统 没有了 这是 一定要 晓得 真实的 道理 这八句的意思 明白了 就晓得 不起妄念 应该怎样修学 这是说明 不起妄念的 所以然 这才是 真不起 连 不起 这个念头 也没有 若有这个念头 起了 用我们前面讲的 我 我对境界 已经不起心 不动念了 他已经起心 动念了 我不分别 不执着 你已经分别 执着了 这是说法的难处 诸位要会听 所以叫你要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你才真正体会到这个意思 所以言说 名字是方便 是方法 是手段 不能执着 一执着就错了 要是不执着 都对 没有一样不对 二十 念不起时 便是灵光毒药 窘托根尘 总之 有照 有绝 具名障碍 此经是明 我见之意 亦付如是 我见意是原生 自信本来无也 善用功者 必须一离到底 断则顿断 此事明 我见之 修功也 念不起时 便是灵光毒药 窘托根尘 这两句话禅宗里 常常用 多少禅堂匾额上 就写着这八个字 灵光毒药 窘托根尘 灵光是自信 般若的智慧光明 也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初见五祖人和尚讲的 他说 弟子心中常生智慧 常生智慧就是灵光毒药 他是这个境界 他不生烦恼 也就是说他没有分别 执着 没有妄想 他透出来的是智慧光明 根尘 根就是我见 尘就是我香 就是金刚经 上讲的四见四象 托是离开了 窘是远远的离开 远离四见四香 所以自信般若光明毒药 总之 有照 有觉 具名障碍 佛教给我们要有觉 要有照 那是什么 我们现在连觉照都没有 所以教你要有觉有照 有觉有照是初学 觉照得利了 那个觉照的念头不能要 要就出不了十法界 有觉有照可以脱离六道轮回 不能脱离十法界 但是要是无觉无照 六道轮回都出不去 你在六道里面有觉有照 可以超越六道轮回 不能超越十法界 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觉照的念头也没有了 就出十法界 我们读这个经 有觉有照 具名障碍 我们现在要觉要照 这个非常重要 此经是明我见之意 亦复如是 说是明我见 里头就含着有这个意思 含着有觉有照是障碍 我见一世原生 自信本来无也 自信清静心中 却确实实本来无一物 不但这个东西没有 它是原生的 连那个原也没有 我们讲 无明不觉 生三系 无明不觉 自信里面也没有 善用功者 必须已离到底 断则顿断 此事明我见之修功也 离就是放下的意思 放下要彻底的放下 这个放下是讲心理上的放下 换句话说 心里面决定不能有一丝毫的妄想 不能有一丝毫的牵挂 你有牵挂 你有忧虑 你没有放下 世间法放下了 我现在还念着阿弥陀佛 还想求往生极乐世界 你还没有放下 必须把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也放下 那你就是成了 究竟圆满佛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佛是不得已而求其次 叫我们把其他的统统放下 单单去执着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方法就叫做待业往生 什么事业 心里有阿弥陀佛 就叫业 带着这个业往生 这个行 可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什么道理 一切法从心想生 想阿弥陀佛就变阿弥陀佛 想极乐世界就变极乐世界 一切法从心想生 理论的依据在此地 这种说法 就是《华言经》上所讲的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时就是心想 为时所变就是从心想生 这是基本的原理 使法界一阵庄严从哪里来的 从心想生 金刚经用的方法跟净土念佛的方法不一样 它的方法是 顿断立刻就把妄想 分别执着断掉了 这个法门 慧能大师讲这适度上上跟人的 上上跟以下没有分 它是接引上上跟人的 不是普通的大乘法 普通大乘人做不到 这事说的 是明我见人见众身见受者见的修学功夫 二十一 原觉 又云 一切诸佛 本起因的 皆依原照清净绝相 永断无明 方成佛道 此中修功 正是原照清净绝相 故能无明我见 一段永断 岂不妙呼 岂不要呼 依此起修 便得受用 如若不会 则请老实念 无量受清净平等觉 二妙具足以 原觉经 云 一切诸佛 本起因的 皆依原照清净绝相 永断无明 方成佛道 这一段经文是说 一切诸佛怎么成佛的 当然一切诸佛修行成佛 法门不尽相同 无量无边的法门 它怎么会相同 方法也不一样 可是原理原则决定是相同的 这个地方从总原则 总纲领上说 都是 依原照清净绝相 照 就是绝照 清净绝相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绝相 永断无明 根本无明都破了 这样才成佛的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都是这样成佛的 换句话说 原照的方法不一样 八万四千法门方法不一样 但是统统都是原照 照的是什么东西 照的是清净绝相 无量寿经 讲的 清净平等绝 清净平等绝 就是清净绝相 此中修功 正是原照清净绝相 这个地方讲修功 就是前面讲的 除我见 经文上 是明我见等 这种修行功夫 跟原绝经 上讲的 原照清净绝相 是相同的 故能无明我见 一段永断 他把阿赖耶时的见分 我见 四见是阿赖耶的见分 四象是阿赖耶的相分 相分从哪里来的 见分变现出来的 见分是能变 相分是所变 见分是实 相分是相 是现象 为实家着重在实 唯独实能变是真的 所变是假的 这个说法没有达到 究竟 为什么 究竟法 实 也是假的 也是因缘生法 如何能转实成智 用 金刚经 的方法 要达到相踪的目标 非常快速 相踪达到这个目标 很困难 要经历很长的时间 禅宗真是快刀斩乱麻 非常快速 顿断 他为什么能够顿断 他对于事实真相了解的透彻 换句话说 他能够一下子真的就放下 不是修其他法门放下一些 还留一些 慢慢的放 他是整个彻底放下了 这就是他对于事实真相彻底明了 所以才能够彻底放下 一段永断 金刚般若 的方法就是圆兆 岂不妙乎 岂不要乎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 尤其是重要 尤其是妙 依此起修 变得受用 这个受用是真实的受用 但是这种真实受用 我们一般人很难体会 为什么没有法子体会 没有亲自尝到这个味道 这是宗门里面常讲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你没有饮到 你怎么晓得 这一杯水 我说热 我说冷 这个冷热 你想象不到的 你没有尝到 你必须依照这个方法修行 真的入这个境界 那个味道 你才能享受到 真实自在 彻底放下了 不能有一丝毫牵挂 这个对一般人来讲 当然难 牵肠挂肚 事情太多了 你叫它放 可以放下一部分 但是总还要留一部分 彻底放下 谈何容易 做不到 底下讲 如若不会 则请老师念 无量寿 清净 平等觉 二妙具足矣 实在放不下 你就抓住 阿弥陀佛 这个野行 叫代业往生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金刚班若三昧也很快 就正的 这是事实 用这个方法 金刚经 上药 妙这两种 你也能够得到 二十二 此约我见明离意离一大段 显示不够不尽之意 我见 够也 离我见 近也 而清净自信之境 乃是够近 俱无 故离我见者 离意应离 若存意能离所离 我见中未 近近也 此约我见明离意离一大段 显示不够不尽之意 就我见来说明 离的念头也不能有 佛教给我们要离乡 离的念头不能有 有离的念头 还是离的不甘不尽 这个念头都不可以有 这一大段显示出前面所讲 不够不尽的意思 我见 这是够会 这是不清净 离我见 这是清净 但是诸位要晓得 染静对立的那个静 就不是真的清净 那是什么 比较 两个比较一下 这个清净 那不是真的清净 真的清净 静也没有了 静也要离 才是真正清净 而清净自信之境 乃是够静俱无 染静都不能有 所谓是不够不静 够跟静统统没有 故离我见者 离义应离 离我见 若存义能离所离 我见中未静静也 说实在话 我见并没有离 你还落在二边 还落在能所里面 能所就是二法 二十三 诸法空乡 下三段 初约申明义 四约世界明义 三约望星明义 和此三段 正式显示身心世界 莫非幻化 一切空乡 性自平等之意也 诸法空乡下三段 到这个地方 总结这一大段的经文 初约申明义 佛举他的抱身来说明空相 佛的抱身都是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何况菩萨以下所得的身相 哪有真的 佛举他自己的抱身来说 如果佛举六道身来说 你这个身是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那我们会想 佛的身大概是真的 大概是可得 所以他举他自己的抱身来说 告诉我们 三十二相即非三十二相 是明三十二相 四约世界明义 在世界里面讲了两小段 微尘即非微尘 世界即非世界 这就是讲物质的现象 物质现象里面最小的是微尘 大的是世界 说一个大 说一个小 也是原生之法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所以身心世界如梦幻泡影 三约望心明义 三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和此三段 正式显示身心世界 莫非幻化 一切空相 性自平等之一也 这一段经文含义非常之深 非常之广 不但在世相上告诉你 本来面目 真相是怎么回事情 而且就在世相里发挥心性 让你在这些幻想当中见性 相极不平等 特别是实法界 可是你了解这一切现象的真相 你就晓得极不平等里面 看出来它是平等的 从体性上看 它是平等的 从它演变过程上看 它是平等的 虽然现相不平等 现相为什么不平等 也因不平等 这是佛教给我们 而生其心的重要 因为相不会灭 相会变 说实在的话 人不是死了救了 疑 没有这回事情 人死了 它又投胎去了 这一投胎 它这个身相就变了 所以相会变 人死了以后六道投胎 那是大的改变 实实在在讲 我们现在在此的 刹那在改变 没有一个是不变的 这个一定要懂的 你晓得它 你晓得它刹那在变 你才晓得它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我上一次举照相摄影 你从这里面就体会到 佛在经上讲的 就能够做证明 佛给我们讲所有现象 是相续相 不是真的 根本不存在 我们用摄影机来照日常生活活动的像 我们用普通一般八厘米小的摄影机 一秒钟拍这个片子 二十四张 镜头开关二十四次 可是你要懂的 一秒钟的二十四分之一 就是二十四分之一秒一张底片 这一张底片照下来之后 永远再照不到了 这是事实真相 这个像就过去了 不会再来了 再照第二张 第二张它也过去了 这不过才二十四分之一秒 这么一个速度 现在高级的摄影机 它的快门可以达到五百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 我们才明了佛在经上讲的 当处出生 随处灭境 才知道佛在经上讲的 一切法不生不灭 为什么不生不灭 因为生灭同时 所以我们领悟到 人王经 上讲的 一坛指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生灭 佛是方便说 不是真实说 真实说是什么回事情 一万分之一秒 那个生灭的速度 一万分之一秒 你怎么能看出它生灭 看不出来 所以生灭可以讲世同时 生灭同时 那就是不生不灭 这是事实真相 佛法界 众生法界 地域法界完全相同 平等平等 所以 一切法都不可得 一切空相 性自平等 这两句话完全是事实 经上这些文句 意思实在讲 是无限的声广 你不能稍稍体会到 你怎么会得到受用 你真正明白了 体会了 你的心平了 什么妄念都没有了 为什么 都是假的 都是一场空 都不可得 万法皆空 佛告诉我们 因果不空 因果是什么 实 就是为实家讲 为实 为实是真的 实是念头 念头就是因缘 底下就变相 把相改变了 那是果 所以因果不空 所以佛教给我们 而生其心 你生善的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慈悲心 这是善心 显示出来一真法界 四圣法界 你如果有分别 妄想 执着 你变得是六道凡夫的法界 这个现相就是你那个念头变现出来的 相虽然是刹那生灭 决定不存在 但是它有个相续相 让你感觉到好像有这么回事情 就好像做梦梦中境界一样 佛教给我们 不单是我们现在这一生 实法界都是梦幻泡影 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 有为法是讲实法界 实法界都是有为法 不限于六道 不限于我们这个人间 实法界都是有为法 却确实时是梦幻泡影 却确实时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所以你在实法界里 你心怎么会不清净 离开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你就超越实法界 虽超越实法界 我这个身体还在实法界 这叫什么 佛经上叫 有余一涅槃 超越实法界就是正大涅槃 身体还在是有余 有余一涅槃 这个时候这个身体就跟诸佛菩萨一样 在这个法界里游戏神通 没有实法界的衣报 留这个身体在实法界看戏 看这些云云众生在表演 看他们起心动念 看他们造业轮回 升起大慈悲心来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破迷开悟 帮助他们脱离六道 脱离实法界 这就是佛菩萨的事业 那个转变 说时实在在化 刹那之间 如何能契入这个境界 今天我们在经上看懂了 我们听明白了 一定要在生活上去关照 你要不在生活上兑现 没有用 一切时 一切静元之中 六根接触 我们就晓得这个现象是怎么一回事情 马上就知道 正如同我们看电影 看电视一样 画面摆在那里 我们晓得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是画面 所以我们用清静心 不分别 不执着 面对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的真相 你才完全能看出来 你要是起心动念 搅和到里面去了 那就坏了 那个真相 你就完全看不出来 你就迷了 所以决定不能够搅和在里面 要置身于世外 要置身于世外才行 不但六道理我不搅和 实法界我也不搅和在里面 这才是真正修学 金刚般若 末后这两大段的经文 意思非常之深 非常的重要 显示出身心世界 莫非幻化 我们真把它搞清楚了 真正搞明白了 眼前这个境界确实是幻化的 确实是空记的 空 是讲乡 像是空的 即是讲性 性自平等 二十四 凡夫执身为我 执世界为我所 我及我所 皆起于见 故身与世界 始所执 见 是能执 而三段经义 显明能执所执之相聚空 并能空所空之念意空 是之为诸法空相 一级发挥不身法相 法相本无之意也 这个意思就更入一层 更透彻了 六道凡夫都执着身是我 身外的 我所有的 世界是我所有的 换句话说 这一切生活环境是我所有的 这个执着非常坚固 我 我所执着的根源是我见 我见是属于妄想 身跟世界是所值 能值的是 见 那个念头 金刚经 后面这一段经文 说三星不可得是破见 你能够见的那个念头不可得 你所执着的身体 佛的抱身 佛举这个来说明身体 讲围尘 讲世界 说明你所值的是原生之法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说明事实真相是能值 所值的相都是空的 不但能值 所值的相都是空的 你能够执着的那个念头也是空的 那是个妄念 清静心中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念就是我见 我见发展成为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见是能值 像是所值 不但像是空的 见也是空的 这称之为诸法空相 你真的了解 真的明白 真能够体会到 就知道经文里面讲的 不生法相 不生法相这一句 就是 冷言经 上所讲的 当处出身 随处灭境 也就是佛法里面 所讲的不生不灭 法相本无之意 从这两大段经文里面完全显示出来 我们在看底下 结成不生 这一段是正宗分的末后一段 这是总结全经 178 结成不生 正名不生 虚菩提 八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于一切法 应如是知 如是见 如是性解 不生法相 不生法相 在这里说出来了 这就是说明法相本无的意思 彻底显露出来了 这真正讲到了究竟圆满 我们看注解 金刚经 意理的确很深 如果没有详细的注解 详细的解说 读 金刚经 的人虽然很多 明了 金刚经 意思的人很少 意思不明 他提不起观照的功夫 他怎么能得受用 所以说老实话 不如念佛 但是对这个意思彻底明了的话 真的受用很大 对念佛的帮助也太大了 念佛往生 所有一切障碍都没有了 这是帮很大的忙 一 经初所说发广大心 起广大行 不取法与非法之相 乃至发心不住 得果不住 不注意不住 必如是知见性解 方位通达无我法 顾约应如是知见性解 不生法相 正所以显示发菩提心 必应如是 乃为菩提心 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 发菩提心的标准 实在是很高 通常我们把发菩提心 挂在嘴唇上 那是嘴唇上的菩提心 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地方才是发菩提心的标准 菩提心如果真的一发出来 就超越十法界 菩提心使正觉 没有迷惑 金刚经的境界 是原教初驻菩萨的境界 也就是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是他们的境界 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 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不是普通的善男子善女人 他们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了 原教初驻菩萨教发心驻 那是什么地位的菩萨 就是发菩提心的菩萨 这个心一发就是发心驻出驻菩萨 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称之为法身大士 所以那个心是广大心 心怎么广大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个心量是尽虚空 变法界 才这么大 心里面一有分别 心就小了 有分别就化格 化界线 就不能尽虚空 变法界 一分别 平等就没有了 一执着 清静就没有了 离开执着 的清静心 离开分别 的平等心 清静 平等才是广大心 才是真正的菩提心 我们要想做菩萨 要想真正明心 见性 要想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 你要真正离开分别执着 这个东西是大障碍 分别执着都是虚妄的 都不是真实的 自信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分别执着都是属于妄想 为什么不舍掉 没有办法舍掉 是因为对于眼前这些境界的真相不了解 误以为身是真的 外面境界是实在的 所以其分别执着 现在晓得这个身是空的 外面境界也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境界是什么 我们现在明白了 他的真相是叶因果报 刹那一万分之一秒的生灭相续现象 这是实法界的真相 要念念记住 不能一刻忘掉 一忘掉就迷惑了 就又堕落 这教你要时时提起观照功夫 眼前境界顺境也是假的 逆境也是假的 顺境没有欢喜 假的当体极空 逆境也不深烦恼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顺逆平等了 顺逆之相虽然不一样 你的感受是平等的 你的受平等 你的觉观平等 受用平等 这就是得真实的受用 你在这里面的清净心 平等心 灵光毒药 窘托根尘 你的的是这个 身心世界再不会把它挂在心上 换句话说 你已经脱离六道轮回的生活 已经超越四圣法界的生活 你过的这个生活是一真法界法身大事的生活 那怎么会一样 这是广大兴 广大行 不取法与非法之相 法是法相 非法是空相 空有两边都不取了 凡夫取法相 在六道里面不能超越欲界 色界 欲界 色界是法相 如果不取法相 取了非法相 取了空 他只能到四空天去往生 出不了六道轮回 四空天人 试着在空 欲界 色界是执着有 执着有错了 执着空也错了 这是讲三界之内 三界之外 是讲修行人 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 三界之外 学佛 执着佛法有 出不了十法界 十法界怎么来的 执着有来的 有佛法 有菩萨 有佛道可成 如果在佛法里面执着空 那就变成阿罗汉 变成辟之佛 正偏真涅槃 偏真涅槃是空 所以佛说这些二圣人 堕无畏坑 这是执着空相的 大臣菩萨空有两边不着 这才能超越十法界 要晓得 四圣法界 我们讲全教菩萨 就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 十法界里面的佛 他为什么不能超越十法界 他有妄想 分别执着 这个道理在此地 这是说明法相跟非法相都不能住 都不能执着 乃至发心不住 应摩索住 而生其心 发心不住 发心的相 真发心了 并没有以为 我发了菩提心 发菩提心不着发菩提心的相 正果不着正果的相 不但发生大事不着正果的相 这一次我们在 《金刚经》上看到 连小臣虚陀环都不着的虚陀环的相 在过去我们总以为小臣还着相 现在在这里看到 原来虚陀环也不着的虚陀环的相 为什么他是小臣 他没有超越十法界到一真法界 经上有一句话说明这个事实 一切贤圣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无畏法就是不着 两边不着 两边不着 他有等级不同 相须陀环两边是不着 功夫浅 那个不着的功夫是刚刚得力 这是小臣虚陀环 往上去再进一步 他这个不着的功夫比较深 功夫更得力 大小臣果位层次这么多 都是无畏法 统统都是离四相离四见 离四相离四见 那个功夫程度不一样 所以才有菩萨五十一个阶级 小臣四果四相的差别 这是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经上明白告诉我们 是这么一回事情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我执着 我还可以能够正果 没这回事情 这是我们在此的看到的 小臣出果都不可以 都不会执着的果这个相 现在我们常常在各个地区都听到 有人说他是什么菩萨在来的 他正阿罗汉 什么佛在来的 我看都折香了 用金刚经的标准来观察 是真的假的 马脚都露出来了 真的决定不着想 不注意不住 连那个不住的念头都没有 有一个不住的念头 他已经住了 不住的念头都没有 比如是知见性解 如是知 如是见 用现代话来讲 知识想法 见识看法 必须这个想法 这种看法性解 实在我们这个说法很难 意思说不出 我们讲各看法 想法 已经折了香 已经落在四箭四箱里面 决定没有四箱四箭的念头 要这样的 知见性解 方位通达无我法 无我法是究竟圆满的佛法 法相综上讲的二无我 有许多同学 虽然不是专门学相综的 相综的尝试必须要有 相综最基本的一本论点就是 百法明门论 百法明门论 实际上就是解释 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一句话 一切法无我 无我法就是一切法无我 百法 就是解释这一句话 而实实在在这一句话 弥勒菩萨在 瑜伽师的论 讲得更清楚 瑜伽师的论 是用六百六十法来说明一切法 一切法他把它分类 分成六百六十类 天清菩萨看到六百六十法太多 初学的人受不了 把六百六十法再归纳 归纳成百法 由此可知 百法是六百六十法的 前面分为五大类 心法 心所有法 色法 不相应形法 无畏法 前面四种都是有畏法 前面四种归纳起来有九十四法 无畏法是六个 九十四法展开 就是一切法 一切法说明什么 说明 无我 瑜伽师的论 讲得详细 金刚经 讲得简单 言语文字有简略 广言的不同 里面的意思完全一样 并没有说 金刚经 讲得就少了一些 瑜伽师的论 讲得多一些 没有 一样圆满 一个是讲得简单二要 一个是详细的来分析 这叫 通达无我法 如果证的无我 这问题解决了 你超越十法界了 顾约应如是之见性解 不生法相 不生法相 在此的做总结 前面讲的已经相当详细 相当透彻了 确确实实不生法相 如果你要契入不生法相 那就恭喜你 你已经证的无身法人 我们在回相纪里面念的 花开见佛物无身 物的什么 物的不生法相 也就是说 一切法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的现象 你真的看到了 真的明了了 你证得了 你这个果位就是无身忍的菩萨 正所以显示发菩提心 必应如是 哪位菩提心 这是说明发菩提心的标准 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 那才是真正发菩提心 真发菩提心的菩萨 原教出注菩萨 别教出的菩萨 这是 金刚经 上讲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标准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般若言习报告 第一一三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十一月三 请先开经本二百六十一面 二一切法通只是出世境 请 果而言 如是 二字 指上来所说种种意 不外愿生性空 性空不爱原生 故成平等法界 原生不爱性空 故及诸法空相 由是观之 如是二字 及显诸法 一如 一切皆是 如是 两个字的意思很深 说的简单透彻 的确是在此地 所有的佛经 展开经文第一句话就是 如是我闻 而 如是 真实的含义 就是此的所说的 经文上告诉我们 发菩提心 于一切法 应如是之 如是见 这个 如是 是指前面经文所说的 所说的很多 不但是世间法 初 世间法也包括在其中 一切法 经典上常常把它分成三大类 三大类就全都包括了 一个是 静 静是境界 一个是 行 行事行为 就是一切众生的造作 世间有六道众生 初世间是身文 原觉 菩萨 实法界里面的佛 他也造作 所以都有行 果 是现象 无论是正报 就是身体的形状 依报是生活环境的形状 都用果来代表 所以 静 行 果 就把所有一切法都包括静 全都包括了 如是 这两个字 佛教给我们 如是知 如是见 如是性解 就是经前面所讲的种种的道理 种种的事实真相 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它归纳起来 不外乎 原生性空 由此可知 原生性空 这四个字 在整个 班若经 里面 也可以说 它是总纲领 大总持法门 不外这个原则 是初世间法 佛法也是原生的 只要是原生 就没有自性 这个性就是体 它没有自体 它这个现象怎么生出来 是许许多多因缘变现出来的 没有自体 我们说许多因缘 许多条件变现出来的 这个讲得很浅很粗 初学佛的人容易接受 如果深入的讲 性空真的是 班若经 上讲的 毕竟空 就进空 却确实实了不可得 这是性空的生意 性空是体 体不爱现相 现一切的现相不妨碍 这就是 性空不爱原生 所以法界是平等的 法界之所以不平等 不平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是众生的妄想 分别 执着变现出来的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真的 是平等的 一切法都平等 我们现在讲这句话 这个意思诸位多多少少都能够体会到一些 我们现在很清楚 很明白 是初世间 实法界 一阵 庄严的现相 是叶因果爆刹那生灭的 相续 现相 确确实实 当处出生 随处灭 尽 我们晓得这个事实真相 这些妄想为什么生的 是从念头上生的 所以佛给我们讲 一切法从心想生 你不想 就没有这个现象 只要有想 那个像是随着你的想在那里变 变得速度非常之快 真的是一万分之一秒的速度在那里变 这是我们粗心的凡夫 不但不能够观察 也无法体会得到 纵然有相当定功的人也不行 世间的四禅八定 那个心可以说很清静了 对于这个现相 他看不到 佛告诉我们 什么人能够看到 叶因果爆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佛在大乘经上说过 是八的菩萨 八定是不动的 八的菩萨见到这个现相 这就是经上讲的八的菩萨 见到阿赖耶时 这是阿赖耶时的现相 这个相的确是幻象 从叶因果爆相续来看 这个现象是平等的 从一切众生妄想 执着就把它变成不平等 诸位要晓得 变成不平等 并不是真的不平等 那个是错觉 是虚妄的 实际上是平等的 平等法界 原生不爱信空 为什么不爱 因为当体积空了不可得 他怎么会爱自信 信空就是自信 就是自己的清静心 所以万象纷纭 与自己的清静心不相妨碍 没有妨碍 你要说外面境界妨碍 是因为你执着这个境界 你分别这个境界 如果你对于当前境界不分别 不执着 这个境界对你就不相干 确实没有妨碍 所以原生不爱信空 顾及诸法空相 这一句是做一个总结论 从这里看到一切法的空相 空相是真相 由是观之 如是二字即显诸法 一如 一切皆是 这八个字是 金刚经 后半部所说的刚领 跟前半部的意思 恰恰相反 前半部是讲 一切皆非 一切都不是 后面讲一切都是 为什么 前面因为你智慧还没有开 你还有妄想 分别 执着 只要带着一丝毫妄想 分别 执着 一切皆非 无有是处 离开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就告诉你 一切皆是 无有义法 不是 由此可知 是根非是一 不是二 你们想想看 如果是非是二 那就又错了 是非是一 诸法一如 这一句话 非常非常重要 三 知 见 解三字 连说 则亦各有止 大有区别 家祥云 知是 是 是帝智 见是第一 亿帝 达天云 知是比量 见是限量 经一 无者论 云 至一 只奢魔他 故知 一 只皮波舍 那 故见 此二 一 只三 魔体 故解 此意 是名 三者 皆知 但一 只方便 不同 故立 三名 知 见 解 三字 连说 则亦各有止 大有区别 知 见 解要是单独的讲 每一个字里都含这三个意思 可以互相通用的 可是这三个字连在一起讲 当然每一个字有它个别的意思 如果意思都相仿佛 那何必说三个 说一个就够了 这三个连在这里讲 意思就不一样 家祥云 这是唐朝时候 家祥法师有 金刚经 的注解 他说 知事是地质 见是第一 异地质 这两个字的意思就不一样 吃 是知俗地 见 是见真地 那个意思就生了 达天云 清朝达天法师也有 金刚经 的注解 他说 知事比量 见是限量 这两个人讲法不一样 比量 是推理 是推测 限量 是亲眼见到的 亲正的 譬如我们今天在 金刚经 里面 却确实实体会到不少的道理 而这些道理并不是我们见到的 有一部分我们可以从推理的方面了解 那是属于比量 还有一部分 我们是听佛讲 我们才明了 听佛所说的 那叫做圣言量 圣人讲的他不会欺骗我们 他讲的一定是真实的 由此可知 见的意思生 见就是我们讲的 你亲自证的 你亲眼见到 譬如佛给我们讲的 刹那九百身灭的相续相 佛说了 如果你真正见到这个事实真相 你就是八的菩萨 八的菩萨才见到这个事实真相 是他的限量境界 那不是从理论上推到的 也不是听佛所说的 是你亲自见到的 这是举出 金刚经 不同的注解 他们的说法 经一 无者论 云 金刚经讲义 这一句 将为农居士采取 无者菩萨的 金刚经论 他说 至一指奢摩他 故知 一指皮波舍那 故见 此二一指 三摩提 故解 此意是明三者皆知 这三个都是智慧 因为一指方便不同 所以就立三个名词 奢摩他 皮波舍那 三摩提 这三个名词 佛在 冷言经 上讲的很多 而天台大师解释 法华经 的三指三观 这个三指三观 与佛在经上讲的梵文 这三个名词 都是梵文音译过来的 意思非常接近 这三个都是禅定的意思 禅定范围非常之广 禅定里面有指有观 至于哪一个名词是指 那一个名词是观 实在讲都可以通用 也就是指里面有观 观里面有指 只是在修学过程当中 你偏重在指上 或者偏重在观上 我们前面曾经讲过观形 与指观的意思也接近 指偏重在定 观偏重在会 指观等运 指观是平等的 没有偏重的 这叫禅纳 冷言经 上 佛所教导菩萨修行的 总原则就是这三条 三条无论一哪一条去修 都能够成就 这三个字 也就是一指的不相同 所以立三个名字 这三个名字 下面有解释 四 奢摩他 此云指 定也 至从定身 明知 观此 是知为真谛至矣 此与本经三星不可得 诸法原生即空 开佛阵之之意恰合 约内正边说也 奢摩他 此云指 定也 也就是从奢摩他所起的智慧 就叫做知 这个意思比前面家想法师 达天法师讲的 的确是要深一点 这是将为浓居士取无者菩萨的说法 他的确是有他的道理 自从定身 明知 知是真正靠得住的 不是从妄想 分别里面生的 我们世间人有没有知 没有知 自己以为有智慧 其实完全是迷惑颠倒 在佛法里叫邪知邪见 清凉大师讲 有解无形 增长邪见 行是什么 行是修定 这一点诸位要记住 只要是佛法 无论是大臣 小臣 不管哪一个宗派 显教 密教 方法尽管不同 修的是什么 都是修定 定就是清净心 无论用什么方法 无量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统统修定 统统修清净心 所谓是法门无量 殊途同归 都归到清净心上 这就是学佛 如果不是修清净心 那就不是学佛 佛是什么 佛就是清净心 佛法就是借定慧 借是手段 定是枢纽 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 智是什么 实在讲 定心启用 就是智慧 清净心启用 就是智慧 所以智慧 是从定身的 明 知 观词 是知为真谛 致以 这个智慧 是真实的 地 就是实在的意思 真谛 两个字 这是佛门的术语 我们在经典上看的很多 就是真实的意思 地 就是实实在在 就是真实的智慧 此与本经 三星不可得 诸法 原生即空 开佛 正知之意恰合 约内政边说 知是从内政 这一方面来讲的 这个智慧 叫做知 本经说明三星不可得 能够执着的我没有 空了 诸法原生 原生性空 也不可得 你所执着的一切法 不可得 能执 所执都不可得 你的心就定了 如果你以为有所得 你的心就没有办法得到定 一定要知道 能所聚不可得 这是佛把这些道理 方法都教给我们 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会用功 怎么用功 要把事出世间一切法看破 看破就是放下 所以看破跟放下是一不是二 前面引用 原诀经 讲 知幻即离 知幻就看破 离就放下了 知幻根离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我们今天为什么放不下 看不破 样样都当真 样样都分别 执着 计较 这怎么行 这是 班若经 对我们最大的贡献 就是把我们无始劫来坚固的妄想 执着打破 我们学了之后 在日常生活当中起作用 这个起作用就是看破 让我们的心定下来 智慧就生了 这个智慧叫佛之佛剑 这不是世间人的聪明智慧 世间人聪明智慧跟佛菩萨的智慧不一样在哪里 世间人有妄想 分别 执着 佛菩萨没有妄想 分别 执着 这是绝对不相同的 五 皮波舌那 此云观 观即是会 至从会出明见 观此 是见为俗地致矣 会则差别是相 无不动见 故曰见也 此欲本经无言 是杀 不值一意 开佛原见之意正同 约外照边说也 皮波舌那 此云观 观即是会 至从会出明见 前面是 至从定身 定身会 会开了之后 那个智就叫做 见 就不叫做智 这个地方很不好体会 我们举例子来说 阿罗汉 辟知佛的定 他们有智 他们的智 是从定终身的 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 他们的定 是九次地定 这个定分成等级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四个等级 再往上去是四空定 又四个等级 我们常讲四禅八定 诸位要晓得 八定包括四禅 不是四禅之外 还有个八定 四禅定 四空定 合起来叫八定 这八个等级的定 都市 世间禅定 没有出三界 也就是说 没有超越六道轮回 世间禅定 达到第八定 叫飞响飞 飞响处定 这是升到 第二十八层天 最高的一层天 但是它没有办法超出 这个定功 再要加升 到第九定 超越了八定是六道的边缘 九定就超过去了 阿罗汉的的定是第九定 辟知佛的的定也是第九定 从定里面深的智慧 这个地方叫知 经典里大家常常念的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是梵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是 无上正等正觉 其实这里面也是三个等级 正觉 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阿罗汉所正的的是正觉 知就是正觉 这个讲法 大家比较容易懂了 阿罗汉的正觉叫知 菩萨的正等正觉叫 简 皮波舍那 是从会里面开智 阿罗汉 辟知佛的定没有开会 定要开会了 再起作用 我们就叫他做 简 心经 上官自在菩萨 照见 他没有说照之 是照见 那个见就是会里面开智 会里面开智 就不是普通的菩萨 最低限度的位置 是原教出 出驻菩萨 别教出的菩萨 我们通常称法身大事 那个就是界定会 会开了 阿罗汉指道定 没有开会 会里面开智 就是法身大事 这个智会起作用 我们叫他做简 这是照见 观此 是见为俗帝质疑 俗帝 是魔所不知 真帝 是知理 万法皆空 这是个理 理容易懂 这个大原则 大前提好懂 可是这些现象太复杂了 这些森罗万象怎么来的 什么原因来的 怎么变出来的 如何演变 到最后 他的结局又如何 这个事情就太复杂了 这是俗帝质 俗帝质就是魔所不知 这个剑比前面 那个支要高出很多很多 会则差别是相 无不动见 故曰剑也 此与本经五言 是杀 不值一亿 开佛原剑之意 正同 约外照边说也 对外面起作用 这一边来讲的 叫他作剑 他魔所不知 前面是从他内政方面来说的 这样分的话 意思就很清楚 很明显 经上讲的 五言 杀 是讲的比喻的横和杀 是指森罗万象 这个境界相无量无边太多了 不值一亿 如果执着是一 执着是不一 都是迷了 佛在经上说 为什么不执着一亿 一根一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佛说一 说一 一是从理上讲的 从体上讲是一 实法界一正庄严都是自信变现的 自信是一 而古德帕一般初学的人不容易体会 用经跟气做比喻 以经做气 气气皆经 经是一 都是经 经所制作出来的那些气不一样 我们最常见的手镯 项链 耳环 不一样 那是义 但是都是黄金 从黄金里都是一样 所以不能说一 也不能说义 要明白这个道理 不必去执着 你的见解才圆满 执着教偏见 不执着 这个见就圆了 开佛圆见 这个意思相同 六 三摩提 此云等持 未定会君等也 明知曰解 可见解是由定会出 一级之见二者之总明 此与本经生解一去之言一同 因其于亦如皆是之理 弃和无见 定会君等 故能 不生法相 三摩提 就是定会君等 也就是禅那的意思 此云等持 定与会君等 明知曰解 解是由定会平等 里面起的作用 这个意思比前面两个 又要深一层 一级之见二者之总明 此与本经生解一去之言一同 因其于亦如皆是之理 弃和无见 经文上讲 如来者 诸法如意 又说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这都是三摩提的意思 都是深解一去 定会君等 故能不生法相 不生法相 这个心就达到真正清净 不生法相 跟六祖谈经 本来无一物 意思是一样的 真心本性里面 本来无一物 深法相就有一物 本来无一物 不生法相的那个心 是真心 是佛性 禅宗讲 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 那才是真正的自己 也就是一个念头都没有 可是诸位在这里不能产生误会 一个人修定 修到所有一切念头都没有了 那是不是这个境界 不是的 为什么不是 他修到这个境界 外面什么事情 他一无所知 他落在无明里 人家不生法相 本来无一物 是什么都清楚 什么都明白 心像镜子一样 他照得清清楚楚 他修定什么都不知道 心像黑板一样 那个不行 他不是镜子 所以修成功 那个心叫 大圆镜智 过去 现在 未来 此界他方 没有一样不知道 你不问他 他心干干净净 他照得清清楚楚 你问他 他没有一样不知道 千万不能误会 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我这个定修得很成功 那个定也算不错 将来往生到哪里 四禅天 有个无想天 无想天是外道天 到那里去往生了 这是修无想定 诸位必须晓得 佛门里面的禅定 是定里面的境界 清清楚楚 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他是样样都知道 样样都清楚 就跟镜子一样 镜子照外面 照得清清楚楚 镜子他如如不动 他也没有起心动念 他也没有说 我要照哪个 没有 统统照在里面 用心像镜子一样 这就对了 七 如是之 据 明其定力 如是剑 据 明其会力 如是性解 据 明其定会君等之力 性自贯通三句 不生法相 据 是由上三句所生之功效也 经过这么一解释 这三个字的意思清楚了 不生法相 是各果 是各结果 是各成就 也就是你心真正达到了清净 你所有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统统没有了 怎样才能达到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在我们念佛人来讲是理一心不乱 不生法相是理一心不乱 不是是一心 你对于佛在 金刚经上讲的道理 方法 境界 你完全相信你才能达到 完全相信 怎么就会达到 诸位要晓得 信底下一定有行 没有说我信了 我不去做 没有这个道理 你要是还没有做到 说老实话 你这个信解不透彻 信解真正透彻了 哪有不去做的道理 八 有定有会 岂何易如 可见其余言说 名字 新缘诸相 一切皆离 诸相皆离 便隐身根本正至 即是不分别至 至无分别 即是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 明 不生法相 这一小结是解释 不生法相 不生法相是什么样子 不生法相 实在是高段的功夫 那就是定会均等 所现的就是这个境界 弃何易如 易如就是本性 万法易如 有定有会 于是出世间一切法决定 没有分别 执着 可见其余言说 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离心缘相 这些诸相一切皆离 离 是不执着 不分别 不执着就是离 并不是没有言说 没有名字 不是的 释迦牟尼佛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天天讲 哪里没有言说 哪里没有名字 离是叫你不执着 是这个意思 离一切妄想执着 离这个 因为外面这些言说 名字没有妄碍 这些东西是什么 原生之法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没有妄碍 我们念头里面的分别 执着 这个才妄碍 一切接离 是出世间 一切法都不要放在心上 都不要去牵挂它 让你这个心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诸相接离 心道清净了 真的一尘不染 根本质 就现前 这是般若的本体 根本质是什么 无知 般若无知 我们一般人拼命天天求知 这个错了 那个求知就是妄想 分别 执着 天天搞这个东西 智慧怎么能恢复 这是颠倒形式 佛教给我们什么都不求 心息下来 心定了 然后起作用 就魔所不知 所以你一定要达到无知 然后起作用 就魔所不知 如果你要有知 那就有所不知 那就颠倒 你虽然学一样 你以为这一样我知道了 其实你只知道它的皮毛 你绝对不可能知道它的究竟 这是佛法与释法决定不相同的所在 我们不能不知道 心经 上讲的 无知亦无的 无知则魔所不知 无的则魔所不得 道一切都真的无的 使法界一正庄严随类化身 像 普门品 讲的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应 能够与境虚空 便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教 众生有感菩萨 马上就有应 应以什么伸说法 就献什么样的伸说法 无的就魔所不得 这个能力实在讲都是本能 自信里面本来就有这个能力 这个不稀奇 不是从外面修得的 是自己的本能 本能今天我们丧失掉了 佛讲就是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正的 所以佛教给我们 一部班若一部金刚经 教我们去妄想执着而已 只要把妄想执着断掉 我们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得能统统恢复了 离旧 隐身根本正智 即是不分别智 这个一定要记住 自己心里于一切万法 是出世间法 却确实实没有一丝毫分别 这是佛 那是菩萨 没有这回事情 这是佛 那是众生 也没有这回事情 你起这个念头 就是起分别 就是有执着 执着定了这个是众生 那个是佛 麻烦的事情大了 这是迷了 自己确确实实没有分别 用功怎么样 就在境界上学 练习不分别 于一切法中 我们修行修什么 就是在练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牵挂 就练这个 这是自己真正用功 真正在修行 可是在日用平常生活当中 人家问你 法师 这是什么 你说我不知道 这怎么行 这个不行 这是纸片 为什么我叫它纸片 你们叫它纸片 我没有分别 我这个分别 是随你们的分别而分别 随你们的执着而执着 这叫应用 这叫摩索不知 自己有没有分别执着 没有 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九年 佛在经上没讲一个字 没有讲一句话 我们听起来不懂 怎么说佛说四十九年的经 天天讲经 怎么说没有说一个字 他确实没有说一个字 他所说的 因众生分别而分别 因众生言说而言说 他自己清静心中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所以从他本身说 他四十九年没有说一句话 没有说一个字 从我们众生妄想分别 是佛说法四十九年 讲经三百余会 我们把这个境界 这个意思搞懂了 你才晓得学佛是怎么个学法 所以学佛的关键 就是一切皆离 你要不离 佛法你是决定学不到的 你怎么可能学到佛法 你学一辈子 你还会妄想 分别执着 你所学的是佛法的皮毛 佛法的外表 一分一毫都没有入进去 你要想能入到里面去 那就要离乡 看你离的功夫 离的程度 经上讲 一切贤慎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什么叫无畏法 无畏法就是离 就是离向 离见 离向 离见有浅身程度不同 所以才有小乘四果四项 大乘菩萨五十一个阶位 他们修的是什么 方法法门再多 总而言之就是离 圆绝经 上四个字 知幻及离 就用这个功夫 自始至终 从初发心到如来的 我们讲用功的总原则 总纲领 就是离向 我们平常没有用这个名词 平常我们讲的是 看破 放下 这个大家好懂 看破就是 圆绝经 上之幻 吉利就是放下 用什么功 看破 放下 佛法没有别的 要真干 真正肯放下 我们今天为什么看不破 放不下 要想看破 要从放下做起 放下一分 就看破一分 多看破一分 就又肯放下一分 看破 放下相辅相成 这里面就显示出 金刚经 上讲的 结以无畏法 而有差别 就是看破 放下的 多少 看破 放下的 浅深 到有相当的境界 就 一面不深 一面不深 就是我们 净土宗里面 讲的一心不乱 浅的一心不乱 我们叫做是一心 生的一心不乱 我们叫做理一心 死的讲的 不生法相 这是理一心 是一心 还做不到 在一般大乘法门 如果不到这个境界 不能算成就 什么原因 他退转 所以成佛不容易 华言经 上讲的有道理 凡夫修成佛 要多少时间 无量节 不是三阿僧止节 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 进的少 退得多 静静退退 到不生法相 这个时候 不退了 这就是我们 静宗常讲的 三不退 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不生法相 是到三不退 这算是成就了 我们一般人 在一生当中 实在在达不到 这个境界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自己冷静去 想一想 就知道自己的根性 这世间五欲六成 明文立养 哪一样放下了 果然彻底放下 行 修学般若 你够资格 如果还有一桩事情 有一点点还放不下 你没有资格学般若 你修般若 一生不能成就 这个难 我们净土宗的方法 跟这个一比 容易太多了 净土宗只要达到一念不生的边缘 就能往生 不生法相 是一念不生高段的功夫 我们讲一念不生的边缘 可以有个一分钟 两分钟放下 统统没有了 再过几分钟 他又起来了 这就是讲的边缘 可以能够有这么一点点边缘 这个功夫在灵命中 那一刹那 只要几秒钟 不必要一分钟 就行了 就能往生 在灵命中 那一刹那 真的放下了 什么牵挂念头都没有了 这个人就决定往生 如果在灵命中 我还有儿子 还有孙子 没有见到 完了 就不能往生 始终精良 讲 人往生的时候 最好把家亲眷属隔开 不要叫他听到 见到的时候动感情了 时时在在说 平常要放下 否则的话 到那个时候 虽然隔开了 怎么我的孙子还没有来 还是不行 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就像我前年在台北 遇到一个老居士 他来告诉我 他念佛三年了 功夫不得力 我就劝他要放下 年岁大了 不放下就是功夫不得力 真正的因素 他就告诉我 他说 法师 我什么都放下了 就是孙子放不下 我说这就麻烦了 我就叫他一个方法 你把念你孙子的那个念头 换成阿弥陀佛 你就成功了 亲情很难放下 这是念佛念一辈子 不能往生的原因 真的要离 要放下 不能有丝毫的执着 这个才行 这是净土宗 比其他大乘法容易的地方 九 知见性解 是不生之前方便 方便修足 辩证本不生 其功行权在知见性解上 不生是其功效 本不生上 着力不得 这于不生 便是生也 知见性解 是不生之前方便 知见性解 是佛传给我们的 理论 方法 境界 我们知道了 我们明了了 见 就是明了 我们相信了 肯认真去做 不生 是功夫 不是我们一下做的时候 这个功夫就现前 没那么快 宗门里面 他的功夫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观照 什么是观照 观照是时时刻刻提得起 提起正念 用 金刚经 上任何一 两句话都行 常常把它放在心上 譬如经上讲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我们在生活当中 对人 对事 对物 心里面动了心 顺境里面生欢喜心 逆境里面生怨恨心 这起心动念了 立刻想到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个妄念就停了 就没有了 这叫观照 这叫用功 所谓真正用功 功夫得力 就是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要能把它打掉 一切时 一切处 对人 对事 对物 都保持一个清净心 平等心 这叫真正会用功 这是用内功 对外面事情随缘 一切随缘 学佛菩萨一样 里面一定要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清净 平等就是真心 知道万法皆如 知道万法皆空 了不可得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放下 我们明白事实真相 明白事实真相 就是觉悟 就是看破 不把它放在心上 就是放下 我们随缘度日 你的生活就很幸福 很自在 你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生活在这个世间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命理注定的 丝毫不能勉强 纵然遇到逆境也很自在 为什么 如是因 如是缘 如是果 如是报 我自己造的 我当然自己要受 我所受的 不是别人造来给我受的 自己造的 自己受 顺境就顺受 逆境也顺受 这就自在 不怨天 不由人 所以叫心安理得 心为什么安 理明白了 事实真相搞清楚了 所以心永远是清净的 这个安 就是清净 平等的意思 这种功夫 用身了 就会达到不身法相 所以这个功夫要真正用 这叫 观形 这叫真正用功 诸位千万不要发生误会 用功是一天拜多少拜佛 念多少布经 念多少佛号 那是形式上的用功 不见得是真功夫 真功夫是在一切静缘之中 修清净心 把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打掉 这叫真用功 这是真实功夫 知见性解 是不生之前方便 前方便就是预备的功夫 方便修足 辨证本不生 功夫用到相当的程度 我们一般人讲功夫到家 功夫纯熟 妄念就不生 不生 说实在话 不生什么东西 起心动念 妄想执着 这个不生 于一切境界都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不生是这个意思 其功行 功是功夫 行事行为 就是生活 你的日常生活 全在知见性解上 知见性解四个字 就是这部 金刚经 佛对我们的开导 佛对我们的教会 不生是其功效 我们一般人常讲的正果 正的是什么 正的就是不生 不生就是正果 妄想 分别 执着在部 会生了 本部身上 着力不得 到这个时候 心清净 心真的 清净 平等绝了 这个时候 着力不得 这是必须要知道的 我们一般讲用不上力 你在一用力也错了 你就又退转 又堕落 为什么 这个境界里面本来无一物 你要用一点力 就又有一物 使法界里面是着力 用功 叫你要努力精进 是使法界的菩萨 一真法界里面不能用力 不但没有这个事 念头都没有 我们要问 一真法界里面还有四十一个位次 这是原教从初驻菩萨到等觉菩萨 他们用的是什么功 大臣经上佛告诉我们 他们所用的功叫 无功用道 无功用道很难懂 就是说完全用不上力 但是他进步了 古大德跟我们讲无功用道 用一个比喻教我们去体会 从前交通最方便的是坐船 因为以前车是很小的车 顶大的车是个马车 马车总没有船载的量大 所以从前载量最大 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船 翻船 翻船借着风的力量 走得就快了 这是有功用道 努力精进 快要到岸了 一定要减速 翻下下来 摇掳划船 但是距离岸边不远时 也不能化了 那个卤也要放下 这个时候 船距离岸边很近 他自自然然往前进 这一段叫无功用道 一点力都不能用 可是船自自然然缓缓地往岸边考 古人用这个比喻 换句话说 在六道 在十法界 就像翻船画卤一样要用力 到一针法界 那个东西统统都不能用了 从原教初注到等觉 四十一个位次 是无功用道 此处用不得力 一用力就坏了 就堕落了 因为他是纯粹进入到无谓法 是高等的无谓法 佛给我们讲 是随我们的方便说 菩萨有四十一个阶级 你要到一针法界问问菩萨 你是什么阶级 他都不知道 他平等的 心理决定没有分别执着 有分别执着是十法界里面 没有超越十法界 已经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在这个境界里 本不深 原初注菩萨用真心 不是用妄心 这个地方 本 就是真心 就是真如本性 不再用心意识 十法界里面 跟十法界外面的一针法界 不相同的地方 就是十法界都用八十五十一心锁 超越十法界到一针法界 就不用心意识 不再用第八十 那是用什么 转八十乘四至 转八十乘四至就超越十法界 所以他们用的心 跟十法界里面 佛菩萨用的心不一样 十法界佛菩萨用的心 跟我们用的心 还是一个心 还是用的八十五十一心锁 但是一针法界 这个没有了 完全不用了 把它转成四至菩提 他用的是菩提心 金刚经 上讲的 八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三秒三菩提心再为 十宗就是四至菩提 所以用心不一样 那个是没有分别 妄想 执着 这余不生 便是生也 不能折相 依着你就又生心了 生心就是又生妄想 生妄想就又堕落了 这是十法界到一针法界的难关 达到这个境界 再稍稍有一个念头起 就又堕落了 就又回来了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桩事情 179 不生亦无 须菩提 所言法相者 如来说即非法相 是名法相 法相 是指使法界一正庄严 一 一切 法相 皆是假名 本来即非 生即无生也 此名不生法相之所以然 所谓不生法相者 乃是一切法相 本未原生 原生之法 当体即空 本性无故 既本性无 则不生亦亡 生即无生故 乃为真不生亦 一切法相 皆是假名 本来即非 生即无生也 此名不生法相之所以然 为什么原教初注以上的菩萨 能够不生法相 这一段是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出来了 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 心里面有疑惑 已就生了 所以性解不容易 必须断移才生性 你的信心才生得起来 信心清净 则生实相 实相是什么 实相就是 不生法相 那就是实相 一定要晓得 实法界一正庄严 这些法相是什么 法相是假名而已 是名法相 法相有没有 决定没有 本来即非 如来说即非法相 本来没有 现在有没有 现在还是没有 我明明看到有 那是你看错了 你要没有看错的话 确实没有 是因为你看错了 你以为有 实实在在没有 所以 生即无生 生灭同时 就是 生即无生 你真的 契入这个境界 就是正的 无生法人 无生法人 从广义上来讲 原教出驻 菩萨 就正的 如果从狭义的来说 严格的来讲 七帝 八帝 九的这三个位 次叫无生法人 菩萨 人王经 上这么说的 无生法人 分座上 中下三品 七的菩萨 正的的是下品 八帝是中品 九帝是上品 这个地位高了 再往上去 就不叫无生人 叫 寂灭人 这是如来果地上 所正的 寂灭人也分三品 十的菩萨下品 十的菩萨是法云的 等觉菩萨中品 如来果位上教上品 寂灭人是最高的 无生法人是次义等 一切法不生不灭 但是原教出驻菩萨 可以说也正得了 他正得的是相似的 如果我们用天台六级的说法来讲 他正得的是相似味 虽然没有正到那么深 但是他确实有这个意思 一切法不生不灭 所谓不生法相者 乃是一切法相 本为原生 从原生上来观察 观察 原生之法 当体即空 本性无故 既本性无 则不生亦亡 不生这也说不上 生即无生故 生跟无生是亦不是二 这叫真不生 生跟无生是两个意思 生是生 无生也是生 都不是无生的意思 生与无生都无 这才叫无生 无生无不生 统统无 这个意思 我们也要很细心去体会 二 一切发心者 当在一如皆世上 知见性解 此正降伏 此即无助 果能知见性解如是如是 则虽法相斥然 出何常生 以本性不生故 则不降伏 而降伏 无助而助 助而无助 正入无相 无不相之真实性矣 一切发心者 当在一如皆世上 知见性解 此正降伏 此即无助 这一段经文 是正宗分 最后的一小段 向下是本经的流通分 也就是正宗的意思 到这个地方要结束了 这个地方是总结论 一切发心者 就是经意开端 须菩提尊者 向世尊请教说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这就是说 这一切发心的善男子 善女人 发了菩提心 一定要修菩萨行 菩提心是无上正等正觉之心 也就是说 我发心 我立志 我这一生要求无上正等正觉 这就是佛弟子 因为佛教给我们 就是这一桩事情 我们有这个愿望 佛要帮助我们达到这个愿望 这是真正觉悟 真正觉悟的人应该怎样修学 要在本经后半部所讲的 万法一如 一切皆是 要从这上面来下手 知见性解 前面讲 应如是知 如是见 如是性解 从这里下手 从这个地方入门 尊者问 云和降伏其心 佛教给我们 应摩锁住 而身其心 可见得后半部的经文 解释前面这几句 怎样降伏 你这么样去做 那就降伏了 佛说 如来者 诸法如意 诸法易如就是万法平等 诸法皆是 皆是什么 皆是真如 皆是本性 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东西 实法界一正庄严都是自性变现的 离开自性 无有义法可得 亦如 皆是 为我们显示出来 法法皆如 法法皆是 我们的心 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都没有了 这就降伏了 这才是真正做到无助 无助 就是六祖讲的 本来无一物 这才是真正的无助 果能知见性解如是如是 果然我们能够如是之 我们浅而言之 从相上 我们了解事实的真相 如是见 对于这些是相所以然的道理我们明了 明了是如是见 我们自己现在虽然没有清正 但是我们从圣言量里面开了一点小智慧 我们冷静的思维 仔细的观察 这个现象确实如佛所说 所以佛在此的教导我们 我们可以接受 我们用佛的方法 在日常生活当中提起观照的功夫 也就是说 在生活里面 一切时 一切处 拿着佛教给我们的 我们在境界里 比照比照 就能够发现事实真相 所以这个经不是念了就完了 那个没有用处 你说我听了就明白了 也没有用处 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要用它拿来对照 看看这个事实真相 是不是如佛所说的 用这种功夫这叫修行 要把实法界一正庄严 事实真相找出来 把它的道理发觉出来 学佛是这个学法 则虽法相赤然 出何常生 赤然是讲复杂 非常非常复杂 我们一个人 一天到晚大妄想 这个念头复杂的程度 跟大宇宙复杂的程度 完全成正比例 相同的 为什么 尽虚空 变法界这个大宇宙 就是我们复杂的念头 变现出来的 你的念头不这么复杂 哪有这么复杂的现象 这一切幻想从心想生 我们自己复杂的念头 跟宇宙是一样的复杂 所以 法相赤然 想是四剑 外面境界是四相 四剑四相都是假的 不但四相不深 四剑也不深 剑是什么 三星不可得 就是讲的剑分 诸法原生 诸法原生 是讲的相分 剑 相两分都不可得 你真的看清楚 看明白 只看白 却确实实 没有这回事情 所以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这才是事实真相 你彻底观察清楚明白 确实不生不灭 则不降伏而降伏 无助而助 助而无助 正入无相无不相之真实性已 这就是禅宗明星见性的境界 正入无相无不相之真实性 这就是明星见性 见到的是什么 见到的是无相无不相 无相是见到真的这一面 无不相是见到变幻的那一面 假的那一面 实法界一正庄严是假相 无不相就是实法界一正庄严 可是相与无相是一不是二 这个一定要知道 你把相跟无相当做两桩事情就错了 你永远见不到真相 它是一不是二 万法一如 真旺一如 性相一如 理事一如 不是说这一桩事情一如 另外一桩事情不是一如 没有这个道理 一如是一切皆如 法法皆如 法法皆是 我们的妄想 分别 执着统统没有了 金刚经 在此的交给我们降伏的方法 到这个地方完全揭露出来了 这就是不降伏而自然降伏 这就是无助而助 助而无助 实在讲 助跟无助是一不是二 降伏跟不降伏是一不是二 正入一如皆是的境界 三 此节经文 世民即法相而无法相 即生而无生 此意世民 非但生之念无 并不生之念亦无 正是一念不生写照 为本不生写照 为下文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写照也 如如不动者 生即无生之以明也 这一段经文 说明法相跟无法相 是一不是二 即法相而无法相 这一句话就是前面所说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不是法相没有了 你才见到无法相 那个三岁小孩会懂 就在法相上见到空相 怎么见到 不执着就见到了 譬如我们这一栋房子 有个房子的箱 我们凡夫见到 这一栋房子很大 建得很不错 就看到这个箱 折了像 建筑房子的工程师 他在这里看的时候 他没有看到房子 他一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里面多少钢筋 多少水泥 多少木料 多少人工 他看的是这个东西 他没有看到房子 可见看法都不一样 如果是个科学家来看 他看到是多少原子 多少电子 看得又不一样了 连那个建筑材料也没有了 就在箱上见到空相 土地上本来没有房子 房子是个幻箱 不是石箱 就在这个箱上见到空相 一法如此 法法皆然 无有一法不是 在这里就见到 生而无生 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大厦建成 洛城 好像他生了 生即无生 他是许许多多材料架构拼起来而已 这个材料堆在那一边 你不叫他做房子 架起来叫他做房子 架起来是这么多 摆在那里一堆也是那么多 我们从这个地方细细去体会 才晓得佛跟我们讲 生根不生是一个意思 这个地方说明 不但 生之念没有 一切法生 一切法灭 这个生灭的念头没有 并不生之念一无 不生就是灭 也没有 这就是 一念不生 这就是 本不生 这个意思生 为什么不从箱上讲 而从念头上讲 像是幻箱 幻像是念头变现出来的 念头是能生 外面境界像是所生 念头都没有了 像哪有 它生在这一层 你才能真正契入诸法实相 这是 金刚经 后半部比前半部深的道理 前半部经意有生有浅 后半部为生无浅 后半部是讲性 讲能变 前半部是讲所变的像 所以的的确 却是本不生 在前面我们多次说明 所有现象的真相 我们用一个很粗显的话来讲 因果实在讲 因缘果报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刹那生灭就是不生不灭 相就是不生不灭 因果相续 所以说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实法界这个相是什么 夜因果报的相续相 夜因果报有 相没有 相刹那生灭 没有 相从哪里来的 就是夜因果报变现出来的 把自己的真心本性 真心本性里什么都没有 在这里面变现这个幻香 变这个东西 因为它本来没有 本无生灭 佛教给我们应摩锁住 也就是说一切不要放在心上 为什么 没有 我们讲放在心上 心也没有 三心不可得 换句话说 你想放的地方也没有 哪有地方好放 这才真正干净 但是因为它因果在那里变 因果有 所以叫你而生其心 生其心 你生什么心 它就变什么象 相从哪里来的 是夜因变现出来的果报 就这么回事情 而且它变现的速度太快了 真的是一万分之一秒的速度在那里变 因为它变得太快了的 的确 却它是生灭同时 生灭同时 就没有生灭 就不生不灭 这才是事实真相 诸佛菩萨明了 所以诸佛菩萨心清净 这就一念不深 众生不知道事实真相 以为它是真的存在 世间也有一些聪明人 晓得它不是真的 不是永恒的存在 但是他也误会了 以为它暂时可以存在 这一切现相摆在面前 像我们人的身体 不能存在一百年 一百年以后没有了 但是现在还有 现在还存在 这是个错误观念 不晓得现在就不存在 哪里要等到百年之后 这是不了解事实真相 产生的错觉 产生的误会 所以 本不生 同时这一段经文 为底下流通分里面所讲的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在此的做各伏笔 这一句话是佛教给虚菩提尊者 尊者在这个世间 这是我们讲现在学佛的人 出家人 出家人在这个世间 选为的是什么 如果讲为的是修道 不用出家 在家可以成菩萨 可以成佛 要想修成菩萨 修成佛 用不着出家 出家是弘法力生 续佛会命 这是出家人干的事业 就等于说我们在这个世间选职业 选行业 你选的是这一行 做弘法力生的事业 弘法力生的事业 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做 佛讲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佛教给虚菩提 诸位要晓得 这是讲出世法 出世间的事业 出世间事业尚且如此 在世间也要这样 无论你是哪一行 无论你是哪一页 你要能够做到这两句 你就是那个行业里面的菩萨 如如不动 就是不生不灭 就是生即无生 的别名 讲法不一样 意思完全相同 四 此结义正是结显经出 应如是住 应如是降伏之意 顾科判约结成 全经义去 至世而包举无疑 首尾完成义 正宗分境 此结义正是结显经出 应如是住 应如是降伏之意 这世世尊在前面简单的 答复须菩提尊者 他问 云和应住 应如是住 云和降伏其心 应如是降伏其心 到这个地方 正宗分讲圆满 这个意思才完全透出来 顾科判约结成 全经义去 至世而包举无疑 首尾完成义 这个意思 把前面一开端前后 统统都照顾到了 释迦牟尼佛在前面所讲的 那个意思我们真的是不懂 详细来解释 来说明 这个意思到这里 就圆圆满满的透出来了 我们晓得佛教给我们 应该要怎样住 应该要怎样降伏其心 这才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了 经讲到词的 正宗分讲圆满 向下是本经的流通分 流通分经文虽然不长 意趣也非常的浓厚 古人所谓是续正流通三分 如人是蜜 中边皆甜 那个味道很浓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114卷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荡明 9年2月3年11月4 请先开经本264面 经文讲到流通分 流通分的经文虽然不长 它的意思也很深 佛经三分的分法 是从东晋到安法师开始 当时虽有一些人不以为然 认为把佛经这样的分割 是不尊重的 到以后 印度古大德著书 已传到中国来之后 看到印度的古大德 也是将佛经有这样的分法 于是大家对于 道安法师才转家赞叹 这个分科的方法 就流传下来了 流通 流是流传后是 通是通达十方 佛说经 他的目的是要普度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所以是鼓励大家去宣扬 不像现代人写的东西 讲的东西 都有著作权 现代所谓是智慧财产的保护权 佛没有 佛决定没有版权所有 决定没有智慧财产权 佛将他所说的 所留下的东西 与十方三是一切众生共享 我们从这个地方能看到佛的心量之大 就像大臣经上所讲的 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绝不是一个小心眼 只利益一方的众生 局部的众生 不是的 佛是以清静心 平等心 普度一切众生 这才符合这一部经里面所讲的理论与境界 180 流通分 是劝流通 是流通意隐才施 虚菩提 若有人以满无量 阿森指世界七宝 持用不施 是劝流通 这是劝勉我们 说明流通的利益 先用才不施做一个前提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不仅是在此经 我们在 华言 在 法华 在 冷言 这一切大臣经上所看到的 是出世间地义等的福报 无比殊胜的功德 怎么修 就是 就是流通佛法 流通佛法的功德利益 是一切诸佛菩萨都说不出的 真正是所谓的不可思议 佛在这部经上告诉我们 较量比较前面讲过五次 一次比一次的范围广大 一次比一次的殊胜 这是 金刚经 最后一段的比较 所谓七宝是 满无量阿森指世界 第一次比较 只是说一个大千世界 一个大千世界七宝不失 到这个地方变成满无量阿森指世界七宝不失 这个跟第一次的范围简直不能比 阿森指是无量无边的世界 用这个七宝来不失 当然这是假设 这是不可能有人做到的 即使是真实的 他不失的功德都比不上一个人受持词经 乃至四句记为人演说 你才晓得佛法的不失功德不可思议 像这样的经文 佛在 金刚经 上重负六 七次 可见得它的重要性 金刚经 并不长 总共只有五千八百多个字 而这一桩事情居然重负六 七次 实在讲是加深我们的印象 也告诉我们事实真相 所以修福到哪里修 流通佛法 利益众生 换句话说 如果是障碍佛法 阻止流通 这个罪过决定在阿比地狱 哪些人障碍 现在印经书后免印上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这八个字就把它送到阿比地狱去了 将来阎罗王叛到阿比地狱 这是铁证 赖都赖不掉的 哪一天你才能从地狱里出来 这个世间你所印的这个书统统绝积 一本都没有了 你才有机会从地狱出来 这个世间还有一本上头印着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你就出不来 非常可怕 为了眼前一点点小利益 造这么重的罪业 如果不是深入精脏 不熟读戒经 你不晓得这个因果的可怕 障碍佛法流通是最大的过失 流通佛法是无量无边第一利益 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 一 此隐才师 所以显下文法师之福更甚也 一名不师同而福得不同 因其持以行师者不同故也 一是持财宝 一是持法宝 持无量数世界财宝 不及持一卷经 乃至四句记者也 此隐才师 所以显下文法师之福更甚也 法不师的福报比财不师殊胜太多了 一名不师同而福得不同 财不师是师 法不师也是师 两种都是不师 这个不师是相同的 但是得的果报不相同 因其持以行师者不同故 这就是不师的物品 跟不师的用心不一样 一是持财宝 一是持法宝 一个是用财不师 一个是用法宝不师 持无量数世界财宝 不及持一卷经 这是真话 但是这个意义非常之深 这个利益无边 它是无形的 它不是在眼前 所以佛怎么讲 一般人不相信 譬如今天一般人舍财 舍个十万 舍个一百万 很现实摆在面前 今天我不师一卷经 给人家说四句记 这无形的 这个我现前没有得到利益 他不晓得 这个无形的利益 是无量无边 会带给你 深深适适的福宝 有形的财宝 那是用得尽 何况财宝不见得 你真正能得受用 所以必须很冷静 很仔细的去观察 你才能体会到 无形法不师的功德 利益是真正不可思议 我们一般人 从很粗的境界上来讲 因缘果报 所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是很粗很粗的境界 如果深入仔细的观察 像佛在这部经上告诉我们的 身心世界巨不可得 这个现象是什么 现象说实实在在的话 这是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说的透彻 就是叶因果报刹那深灭的相续相 佛门法相为实宗的大师们 他们的观点 看法是 为实 也就是说唯独实是真的 他承认 相 相是假的 实法界一正庄严 相他不承认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实是能变 相是所变 能变是真的 所变是假的 所以他们主张为实 在阿赖耶的三分里面讲 实就是见分 相就是相分 金刚经 上讲的四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这四相是阿赖耶的相分 把相分分作这四大类 这四大类就包括了实法界一正庄严 所有一切现相归纳起来 不外乎这四大类 四大类的相分从哪里变现出来 从见分 四见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是阿赖耶的见分变现出来的 见分为因缘 见相两分是一真如本性而现 佛在 华言 上讲 所有一切现相 为心所现 心是本体 体决定现象 体相用是一而三 三而一 决定离不开的 一定现象 相 诸位一定要晓得 相不会灭 如果想把相灭掉 没有这个道理 相要是断灭 那性就断灭了 哪有这种道理 所以相不会灭 但是相会变 古人用比喻 把黄金笔做自性 有这个性 有没有相 当然有相 你把黄金一坨 它有一坨的相 把它打成一块 有一块的相 你把它做成一个佛像 有佛的相 做成一个人 有人的相 相会变 但是它的体不会变 它的精的成分不会变 重量也不会变 随着人的心意可以改变它的相状 佛告诉我们 实法界一正庄严 这个现象 现象是自性变现的 所以相不会灭 会变 什么东西在叫它变 实 实是什么 念头 佛 佛讲 一切法从心想身 我们念佛成佛就是这一个道理 一切像是从心想身的 我天天想佛 这个境界相不就变成佛相了吗 想什么就变什么 你心地清净 你心地慈悲 你的相貌慢慢就变成清净 慈悲 那个相貌就很慈祥 你一天到晚想着憎恨 嫉妒 你相貌慢慢变起来 人家一看到你都含毛直竖 那都很恐怖 这不是很显然的道理吗 再讲的浅一点 你很欢喜 那个相貌多好看 你一生气 你的相貌就很难看 它马上就变 而且佛告诉我们 这个变得速度太快 刹那生灭 仁王经 上讲 一坛指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生灭 那个香 那个说法 我跟诸位讲过 是佛随俗地而说 还不是真相 真相说出来 怕我们不相信 那个真相的确是一秒钟的一万分之一那么快的速度 所以佛在经上讲不生不灭 它的确是有生灭 因为生灭的速度太快 生灭几乎是同时的 生灭同时 你就见不到生灭 所以叫不生不灭 我们也领会到 《冷言经》上所讲的 当处出身 随处灭尽 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不生不灭 这是事实真相 所以我们才晓得 佛教给我们 硬摩锁住 而生其心 硬摩锁住是什么 所有一切现相 十法界 一真法界都是 叶因果爆刹那身灭的相续相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所以叫你不要放在心上 你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 错了 放在心上是什么 是打妄想 不能放在心上 让心恢复到清静 平等 清静平等心就是觉悟的心 你心上有牵挂 那是妄想的心 那是迷惑的心 那个不是觉悟 因为这一切现象是叶因果爆在那里变现出来的 所以佛又教我们 而生其心 叫你要生善心 生清静心 生慈悲心 你变出来的相就好 就舒胜 所以叫 无助生心 生心无助 佛这个开示完全是事实真相 所以佛讲的是诸法识相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 这才懂得所有的才师 无尽的才师 比不上一卷经的法师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 你要想在这个世间修福 修来生的福报 应一卷经 你来生就的大福报 这是决定真实 不是虚妄的 过去懂得这个道理的人 知道事实真相的人 古人写经 课经 写经 课经 当然难 费的时间也长 流通的量 流通的量也不大 现在科学技术发达 成本很低 印一万本经书 几乎人人都有这个力量 所以现在人修福 比古人这个机会要多得太多了 除了印经之外 像流通录音带 录影带 City 这个跟印经的功德是等同的 相等的 一样的 我们做 要在这上做好事 要在这上做功德 决定不可以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那是自己要走阿比地狱 没有人叫你走 自己往里头钻 这是非常可怜的人 不但一卷经 乃至四巨记 四巨记的功德就超过满无量 阿森指世界的七宝不施 二 才施救人生命 法施救人会命 法施救人是彻底的 然非为财施可费也 底下这一句补充得很好 不是说财不施我们就不要做了 不是的 财不施也要做 但是要以法不施为主 遇到人家有困难 有困苦 我们有力量 可以帮助他一点 好事 这是慈悲心的流露 并不是讲财不施可以不要 见到人家饿死 也不肯舍人一碗饭 这是错误的 佛没有这样子交给我们 但是法不施帮助他明理 帮助他开智慧 这是彻底的 这是究竟圆满的 所以财施只能解除人暂时的困苦而已 不能够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 三 若明佛法 则知世间是 无非梦幻 一切有畏法中 最难看破者财宝 故隐此为言而 佛教给我们不施 不施就是放下 什么都要放下 为什么佛偏偏举财 不举别的 这里讲得很好 世间人把财看得很重 我们中国俗话也说 人为财死 死了也放不下 把财看得这么重 比命还看得重 所以佛特别用这个来做比喻 告诉你应当要放下 放下是真正觉悟了 再看第二段 前面是讲财不施 这是属于大前提 然后再告诉我们法不施 181 名法师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发菩提心者 这是讲法不施 头一句是一个大前提 要发菩提心的人 发菩提心就是经义开端所说 须菩提尊者所讲的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这就是发心求无上症等症觉的人 也就是我们俗话说 要发心做佛的人 所以这个地方的善男子 善女人 不是指普通的 是指他真正发心要想做佛 要想做佛 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成佛 金刚经就是教给我们一生成佛的经典 佛告诉我们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修成佛果 都是一 金刚经 这个道理 这是一点都不错的 怎么样能成佛 四相 四剑离开就成佛了 这是从理上讲的 这是一 金刚经 这是大智慧 就尽圆满的智慧 六祖大师在 谭经 上讲 金刚经 是度上上根人 中下根人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就是不肯放下 上上根人听到佛一说 身心世界统统放下 他马上成就了 所谓上上根人 中下根人 差别就在此的 一个听了肯放下 一个听了舍不得放下 听了之后 道理我很清楚 不行 我还是放不下 上中下三根 就是这么分的 其实哪有什么 上中下三根 没有 就是在你肯不肯放下 实在不肯放下 能不能成佛 也行 只有一个办法 念佛 念佛这个道理 跟金刚经 的道理完全相同 放不下的人 用这个方法 我抓住一句阿弥陀佛 我抓住西方极乐世界 一心称念 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然后再放下 这是这么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稳当 靠得住 也非常的安全 除了这个办法之外 没有第二个办法 这是说出成佛两个法门 所以发菩提心非常重要 发菩提心就是真正觉悟了 持余此经 乃至四句记等 受持读诵 为人眼说 祈福圣彼 此经就是指 金刚经 持余此经 乃至四句记等 受持读诵 为人眼说 祈福圣彼 这个句子我们在 金刚经 上面到第七遍了 一次比一次书胜 前面举的这个例子的范围 一次比一次广大 最重要的是受持 受持是真正照做 不是每天把 金刚经 念一遍 念两遍 那个没有用处的 一定要照做 将为农居士在 讲义 礼仪在提示我们 金刚经 上任何一句话 都可以作为我们 日常生活当中 观照的基础 这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一 所谓流通者 重在法师力重 故曰 发菩提心 以显流通之意也 所谓流通者 重在法师力重 就是法不失利益一切众生 故曰发菩提心 唯有发菩提心 私心才真正断绝了 菩提心 是广大心 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大慈悲心 就像戴经上常讲 心包太虚 亮周杀戒 这是菩提心 他才能广度一切众生 以显流通之意 没有这样广大心 谈不上流通大法 也不是如来付托之人 如来把这个事情嘱咐给谁 委托给谁 委托给发菩提心的人 发菩提心的人 能照佛的意思去做 不为自己的利益 为一切众生 二 四句计等 等 等于半计 或一句也 经中常言 半计即可正道 若下文所说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半计 苟能信受奉行 直屈宝所以 何况全计 何况全经 四句计等 等 等于半计 金刚经 尚用半计来做观照功夫的很多 像我们最常听到的 在古人著书里所引用的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这就是半计 这是两句 四句才一计 这是许许多多古大德所用的 平常用功夫 他就用在这两句上 像金刚经 前面我们读过的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这也是半计 无时无虚 只有一句 都行 一切法无时无虚 或一句 等于半计 或者是一句 经中常言 半计即可正道 正道就是成佛 说得浅一点就是开悟 真正彻底觉悟了 若下文所说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半计 苟能信受奉行 直屈宝所以 何况全计 何况全经 一句 半计都能叫我们彻底觉悟 都能叫我们永托轮回 原成佛道 何况一首计 又何况全部经 所以大臣的修学 要紧的是真正抓到 刚领 话再说回来 一句半计的确是不错 如果对于这一句半计的意思 不能透彻的了解 还是不管用 我们这一次 金刚经 讲的时间长 讲的也很详细 为什么要这样细讲 我们当初想如果不细讲 这个一句半计 你不会用 必须透彻的理解 这个一句半计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确确实实能提起 观照功夫 能够彻底放下 彻底放下 跟诸位说 我们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随时可以去 你为什么不能去 你还没有放下 也就是你还有挂碍 有障碍 彻底放下了 没事了 想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所以古时候有这样的人 在现代也有这样的人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这一次在新加坡 遇到一个生病念佛 往生的人 是一个老太太 大概也是八 九十岁了 年龄很高 这个人也很可怜 儿女都没有 就是孤单的一个老人 政府配了一栋房子给她 她在病重的时候 这才有几个同修劝她念佛求往生 她也接受了 也欢喜了 也真肯念了 念了好多天 还是很苦 人家就劝她 你要真正求往生 她说 我是求往生 你要一切放下 她说 我那个房子放不下 她心里老是挂着房子 有一个同修很不错 你那个房子带不去 你要真放下 她想了一想 也是不错 她还想房子将来要委托给什么人 这不要想了 你想这些干什么 她果然听了接受 好了 我不想 你们大家帮我助念 十分钟就走了 走的时候瑞香很好 她念了那么多天 她不能走 就是牵挂那个房子 她想委托给什么人 交给什么人 她有这个念头 这个障碍着自己生不能生 死不能死 这苦死了 最后善友劝她 不要去牵挂 丢掉算了 房子谁拿去都不管 与你有什么相干 不相干 她这才想通 真放下了 十分钟走了 证明往生是可以随时走的 所以 什么都不能牵挂 这个要交给这个 那个要交给那个 都打妄想 哪有这些事情 个人有个人的福报 个人有个人的姻缘 管她这些事情干什么 这样才叫往生时有把握 随时可以去得了 我们过去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在新加坡看到这个事实 我们才晓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 我们自由自在 随时可以去 一定要明了 决定不能错过这一生的大好姻缘 能够把这个教义搞得这么透彻 这么明白 底下问题就是肯不肯放下 放下就成功了 还有这个要交代这个人 那个要交代那个人 那就完蛋 那个麻烦就大了 一切都是虚妄的 一切都是不可得的 还托给什么人 三 持于此经 持 持取也 与下文 受持 一别 受持 据 自立也 演说 据 立他也 如法受持 则能误入无声 施不住相 其福便已胜比 旷更为人 眼说 此经 以行不住 向之法 施乎 其比 其宝不施 所能及 持于此经 持 持取也 与下文 受持 一别 受持 据 自立也 持于此经 一死 比受持 要深 要广 眼说 据 立他也 如法 受持 则能误入 无声 施不住相 其福便已胜比 旷更为人 眼说 此经 以行不住 向之法 施乎 其比 七宝不施 所能及 七宝不施 就是指 前面 满无量 阿森 指世界 七宝不施 比不少 不能相比 第一个是 要自己依照 金刚经 的理论 方法 境界 去修学 换句话说 把 金刚经 所讲的道理 方法 境界 一定要变成我们实际的生活行为 这叫受持 这是持的意思 持有保持 永远这样做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想法 看法 做法 说法都是金刚斑若 金刚斑若就变成我们自己生活行为 这叫正 你才正的 金刚三昧 三昧 就是享受 你享受什么 享受的是金刚斑若波罗蜜 那怎么一样 金刚斑若波罗蜜在哪里 在吃饭上 在穿衣上 释迦牟尼佛在本经一开端 入舍位大臣起时 这一持波 这就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一举一动 所谓是一抬手 一低头 都是金刚斑若波罗蜜 金刚斑若波罗蜜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 这样就误入无声 无声是真的不是假的 佛在这部经上给我们显示两桩事情证明无声 一个就是说明这些现象怎么来的 是叶因果爆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我们晓得这些幻象是怎么来的 这个现象的真相是什么 刹那生灭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所以经上讲如梦幻泡影 不但我们人生是梦幻泡影 实法界也是梦幻泡影 都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如露意如电 这两个是比喻时间比喻生灭的快速 如果我们细心就在生活当中 我们眼见色 耳闻身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修行人讲的是观照功夫 什么叫观照 时时刻刻要把眼前这些事实 跟佛所讲的理论去对照 佛说我们人生如梦 我们想想是不是个梦 去年过去了 想想去年是不是一场梦 上个月过去了 过去永远不会再来了 上个星期过去了 昨天过去了 前一个终点过去了 前一分钟过去了 前一秒钟过去了 永远不会再来了 你在这个时空里面 你得到什么 一样也没得到 金刚经 教给我们的方法 大而世界 小而为成 因缘生法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你要把这些东西挂在心上 那叫妄想 妄想执着 空的 世间人天天打妄想 天天分别执着 他不晓得这个境界是空的 所以他打妄想 他要是真正明了这个境界是空 记得 不打妄想了 打妄想是错了 什么妄想都没有了 他心恢复到清静 经上讲 信心清静 则生十相 真实的智慧就现前 十相般若现前 十相般若从哪里来的 清静心 有一个妄念心就不清静 智慧就生不起来 不生智慧就生烦恼 所以妄想执着是带给你痛苦 带给你烦恼 你的生活是生活在烦恼里 觉悟的人 他的生活是生活在金刚般若波罗蜜里头 不是普通的智慧 是金刚般若智慧 那怎么会一样 所以一定要误入无声 一切时 一切处 你常常这样看 这样的观察 拿着这不经典讲的道理 境界 就在现实上去观察 仔细的去印证 你就入无声 你的心清静 万元放下了 然后你多做一点好事 帮助别人 身体还在这个世间 不能把它当作废物 废物也要利用它 怎么利用 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 这个废物利用的最有价值 如果帮助自己的 利用的最没有价值 造一身罪业 这是万般带不去 唯有业随身 那是最没有价值的 帮助一切众生开悟 弯法利生 这是废物利用的最有价值 这是佛教给我们而生其心 所以湿不住香 湿了就空了 刚才说过 你们仔细去想 常常想 决定不能中断 前一个终点过去 永远不回来了的 的确却是梦幻泡影 佛讲梦幻泡影 是讲的事实 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比喻 它的确是事实真相 绝非比喻 人生确确实实 是这么一回事 六道也是 实法界都是这么一回事情 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 你只要是不住香的不失 你这个福报 已经就胜过前面 住香的无量大千世界七宝不失 这个不能未比的 何况为人演说此经 现在讲经说法的人太少了 大家读了 金刚经 现在读到刘通芬 佛在此的劝勉我们 善男子 善女人 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就在这个善男子 善女人当中 佛在此的嘱咐我们 受持读诵 为人演说 我们应当发这个心 讲经说法 这个事情难不难 不难 为什么不难 得十方三是一切诸佛菩萨加持 你干别的事情 得不到佛菩萨加持 干这个事情得到佛菩萨加持 只怕你不肯发心 你要发的是真心 完全是利益众生的 没有为自己 就得三宝加持 你要是发心 是为自己明文立养 你得不到佛菩萨加持 如果你要得到加持的话 那是得到妖魔鬼怪的加持 你在那里说写法 在那里欺骗众生 在那里造极重的罪业 因为妖魔鬼怪 他要把你送到最重的阿比地狱 你现在也有这个念头正好 他就来把你送到阿比地狱 叫你永远不得翻身 他来帮助你 这一桩事情 佛在 冷言经 后面 五十种阴谋里面讲得很清楚 这些邪私邪剑的人 眼前的利益 眼前得到明文立养 一转眼之后就堕落 那个时候苦不堪言 后悔莫及 所以心要正 行要正 绝不为自己求利益 自己要入无我法就对了 这是 金刚经 最后的一个目标 我当年发新出来奖金 我在纪念李老师往生十周年里面说过 我受灵看至居士的鼓励 李老师那个时候开这个班 叫奖金的班 时间不长 很短 两年就结束了 就没有了 而且我们的班一个星期上课一次 因为大家都是在家居士 都是工作很繁忙的 林看至老居士那个时候六十岁 那么大年龄发新来学奖金 他的程度是小学毕业 我一看我的勇气才升起来 他小学毕业 我初中毕业 我比他还多念了三年 他六十岁 我那个时候好像是三十一 二岁 他比我大一半 他都敢学 我为什么不敢学 我是这样学出来的 这里面学能够学成功 学得好 最重要的一个秘诀 就是要听老师的话 对老师所教导的是百分之百的服从 你就能成功 如果自作聪明 你就永远不能成就 所有学教学不成功的 都是自作聪明 譬如现在要讲这部经 找许多参考资料来就完蛋了 现在一般人都这么搞法 老师教导我们学奖金 只学老师一个人的 我一入理老师的门 他就给我三个条件 在入门的时候 只可以听他一个人讲 除他一个人之外 所有一切法师 大德讲经统统不准听 看东西 不管看什么文字 要经过他许可 他没有许可的 佛经都不可以看 第三个条件就是 我在以前学的 他统统不承认 全部作废 从今天起一切从头开始 限制我五年 五年决定要遵守 这到以后我们才晓得 宗门里所讲的 踏着皮鲁顶上行 这句话我们才懂得 我们就借重老师的基础 踏着老师的肩膀 踏着老师的头顶 更上一步 一个老师 五年决定不能参考另外的东西 就是学父讲 老师怎么讲 你就跟他怎么讲 这么学出来的 这个方法并不是李老师专利的 不是他发明的 而是几千年来组组相传的 就是传这个方法 我们这一次在新加坡教学 我就用这个方法 我没有别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教得很有效果 那是广于老法师去参观我的教学 听了之后 当场他就说 他说 你这个方法是地险老法师的方法 这给他们同学很大的鼓励 增长他们信心 晓得这个方法不是我们的 是祖祖相传 是中国的老方法 你用老方法不难 小学毕业六十岁学来得及 都能够讲得很好 可是你要不懂这个方法 你要用现代科学方法 现在教学方法 你永远不能成就 到什么时候 你才可以自己参考别人东西 一般讲是五年以后 五年以后 你真的误入无声 可以 我们不行 没有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在台湾 遵守李老师的方法 老师教我守五年 我自己又加五年 我遵守了十年 十年这个基础打下去之后 才真的是得心应手 左右逢源 我们中国人常讲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我们要听老人话 老人有经验 他不骗我们 所以你懂得这些道理 知道这些事实真相 你才晓得学东西不难 譬如我们这一次讲 金刚经 我们就是以将为农居士 做老师 我们的 节要 是从他 讲义 里揭露下来的 除他 讲义 之外 我没有参考任何人 注解的本子 没有 完全跟他一个路子走 一个思想 自始至终贯彻到底 所以才有体系 有脉络 你要再参考 金刚经 注解很多 几百家 你把别人东西 参在里面 就搞砸 搞乱了 就不纯 自始至终 我们要跟一个老师学 走一条路子 你才会成功 法门平等 殊途同归 那个不会学的 才搞大杂会 搞大拼盘 端上来什么都不是 什么味道都不对 这是我们应当要清楚 要明了的 四 弘扬此经 便是少龙佛种 众生获益 不可思议 祈福圣彼才师 更贺呆言 经只重在流通无上法宝 故下文专约 演说言 弘扬此经 便是少龙佛种 少是继续 就是继承的意思 一代一代传下来 少 就是承传 龙 是发扬光大 不但我们要传佛的法 而且要把佛法 在我们自己手上发扬光大 现代这个时代不一样 现代是各高科技的时代 我们自己要晓得 道场大了 造业就大 道场大 信众太多 信众太多 是非就多 烦恼就多 道场大维护需要很多的财力 你要想尽办法去向信徒要钱 造罪业 施主一粒米 带如须弥山 今生不了道 披毛带脚孩 那还得了 不得了 今天我们可以利用高科技 我们小道场 这么一个场所已经就太大了 架上这些机器 我们这些录音带 录影带 就流通到全世界 现在还有电脑刚录 一放上去 过去悟宏法师跟我讲 全世界有五千万个地方可以收到我们的资讯 这个道场不就遍及全世界 全世界就是道场 而自己讲经说法的场所 一个小小房间就够了 就能把佛法传遍到全世界 所以今天我们利用高科技 可以不要道场 不要信徒 不要供养 就能把佛法送到全世界 送到每一个人的家庭 符合金刚经上的教训 自己身心清净 自己的的确却误入无身 帮助一切众生 这个功德利益就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 众生获益 不可思议 祈福甚比才师 更贺呆言 经指重在流通无上法宝 顾下文专 红阳词经 便是少龙佛种 少是继续 就是继承的意思 一代一代传下来 少 就是承传 龙 是发阳光大 不但我们要传佛的法 而且要把佛法在我们自己手上发阳光大 现代这个时代不一样 现代是各高科技的时代 我们自己要晓得 到长大了 造业就大 到长大 信众太多 信众太多 是非就多 烦恼就多 到长大维护需要很多的财力 你要想尽办法去向信徒要钱 造罪业 施主一粒米 带如须弥山 今生不了道 披毛带脚孩 那还得了 不得了 今天我们可以利用高科技 我们小道场 这么一个场所已经就太大了 架上这些机器 我们这些录音带 录影带 就流通到全世界 现在还有电脑 我们可以留下 这些录音带 我们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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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一次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一次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